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中观的第十八品 前面我们学的内容第十四品 现在是从第十八品 我们下面的文字有十八品的全部的内容 我们从这个地方现在开始学习 那么这个十八品当中它讲什么呢 主要就是讲无我 还有讲空心 这些都讲 但是它这个空心讲的不是很多 它主要就是讲一个 这个对我们了解这个像刚学习这个空心或者中观的人来讲 这个十八品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讲了很多这个里面的一些方法 就是佛为什么这么讲 还有一些过程 就是学空心的一些过程 这个都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们先学一学 然后这个前面的一部分呢 就是讲这个无我 那佛教里面呢 讲什么无我呀空心呀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这些一些细节的内容呢 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 所以我们去了解一下 然后前面我们也讲过了 如果是智学人天佛教 那没有更高的追求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无我 是不需要学习的 无我不需要学习 然后这个佛教呢 它就是主要是达成佛教呢 它主要就是研究什么 研究人 研究人 把人研究得非常非常的透 把人的这个肉体 尤其是这个人的精神的层面 全部就是剖习 就是最后呢 什么叫做人 到底什么什么叫做人 那么它这个研究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觉得 如果需要研究人的话呢 那可能是整体讲 可能没有一个是比佛教 还研究得更深入更透的 比如说像医学的话呢 那就是人的肉体方面 研究得非常好 有些细节呢 佛教里面也没有那么的详细 医学 但是呢它精神上面呢 基本上都不懂 基本上不知道精神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古老的这些宗教 古老的宗教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包括这个印度教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他们也可以说 他们有两个核心的内容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造物主 造物主 那造物主呢 释迦牟尼佛 还根本就没有出使的时候 之前就有 很早以前就有这个 印度的各种各样的宗教 那么这些宗教呢 大部分都 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造物主 一个神 那他们的神都是不一样的 有各种各样的神 但是每个宗教啊 都有一个这样子的造物主 然后后面呢 再后来的时候呢 就西方的宗教啊 就是出现的比较比较晚 但是他们呢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造物主 这个就是一个核心 核心的问题 这一个 第二个呢 所有的这个印度宗教啊 它都建立了一个自我 不同的自我 不同的自我 那自我是什么呢 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说法啊 但是呢 他们就像他们建立一个 这个这个造物主一样 他们同时也就建立了一个 这样子的这个自我 然后呢 这个去描述这个自我的时候呢 有各种各样的 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些观点 那么现在呢 印度教里面可能也就 恐怕这些非常细节的这些 都已经是 可能是不存在 但是早期的时候 古代就是有 古印度的时候就有 这样子也非常的复杂 但是呢 总的来说呢 它又建立了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自我 一个这样子的自我 然后佛教呢 就是完全是跟他们相反 虽然就是有些 一些细节上面呢 佛教当然也有跟这 比如说西方宗教 有相同的地方啊 还有跟印度宗教 相同的地方都会有的 但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相反的 佛教就把这两个东西 都取掉了 第一个 造物主否定了 第二个这个自我 又否定了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其他宗教里面的这个 两个核心的 两个核心的观点 在佛教里面呢 都不存在了 所以呢 佛教跟他们的 这个观点特别不一样 所以这个宗教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 它没有把自我打破 它建立了一个这样子的自我 然后它建立的这个自我呢 是从我们的这个先天的 这种我执 这个自我 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发展出来的 然后这个自我呢 给它加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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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各种各样的特点 最后就是就越降越复杂 最后降得非常的复杂 就是 这是宗教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哲学也是这样 哲学也就将很多很多的自我 弗洛伊德 他们呢 懂不懂就是将朝我 自我 本我 这样很多很多的我 那 但佛教呢 就跟他们都不一样 那他把人就是剖析了以后呢 他就看到了 他就非常的 深层次的 神奥的这些东西呢 都解开了 然后就是就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所谓的我 真的是不存在的 他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他存在于我们的乡乡当中 他永远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意识当中存在 这个物质世界里面 或者是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呢 然后就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自我 没有这样子的自我 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 这个无我 那这个右我跟无我 这个中间 就是两个 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佛教是宗教 有些人觉得佛教不是宗教 但都不宗教没关系 反正就是佛教跟其他的这个 这个哲学宗教啊 这些方面呢 就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的一个 本质上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佛教就是把这样子研究了以后呢 就最后就是觉得 人就没有自我 我们认为这个有一个自我的存在 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仪式的一个观念 它完全就是这个所谓的自我呢 完全就是一个仇向的东西 根本没有一个具象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仇向的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 虽然它不是一个真实东西 但是呢它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特别重要呢 因为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种痛苦啊 就包括生老病死的痛苦 就是因为这个观念 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观念 这个我执 它导致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我执 然后就是生老病死和各种各样的烦恼啊 都出来了 但是它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如果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那我们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它真实存在的东西 自然的规律 这个谁也改不了了 谁也拉它没办法了 但是呢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佛教就是后来就发现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是我们的错觉 那么如果是我们的错觉 那我们就有办法了 那错觉不就可以改吗 那我们去真实地去了解它呀 真实地去看它呀 那这样以后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错觉就是很容易 就改正 纠正过来 那这样子以后呢 后面的这些烦恼 全部也就就 可以消失 可以端住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佛教 它真的就找到了一个 就让人类 从这个痛苦当中 解放出来的一个方法 它就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方法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见解 然后后面呢 有一系列的这个对应的 对应的一些这个修行的方法 然后呢 真的就很多很多人就成功了 真的就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些烦恼 全部从根上就断掉了 那原来 人是可以这样子提升 提升到最后就是变成佛 人最后就是可以变成这个佛 这个方法 他们就是找到了 这个方法呢 从无我开始 从无我开始 它的基础就是无我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再看看啊 现在我们首先第一个 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成见 不要有任何的成见 我们比如说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不能有任何的自己的成见 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成见 那这个你的研究 就可能会往这个方面走的 所以今天我们去了解 这个自我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也不要认为 一定会有我 也不要因为一定会没有我 首先有我没有我 先不要下定论 先不要下结论和定论 最后的通过我们的一个思考 通过这个观察的方法 那最后是什么就是什么 是什么就是什么 首先不要不要一开始的时候 就这个下顶轮 这样子是不客观 这样子是不对的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面 不能这样子 那我们首先我们就是保持一个 这样子的中立的观点 一个开放的这个心态 然后呢去观察 我们观察什么 观察我们自己 我到底是个什么 观察一下 那观察的时候呢 首先他就说 我们人的这个构成的这个部分 在佛教里面就叫做无云 无云 这个里面无云 平时我们用无云 云是什么意思呢 云 云就是大家都知道 云这个字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积在一起 对积在一起 以后呢 就叫云 云就是这个意思 那无云就是说 五个很多同样的东西 对积了以后呢 叫做无云 那这个无云 也是这个意思 他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无云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这个柔体 看得见摩得着的柔体 然后这个柔体 后面就是精神 这个无云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两个可以归纳为 柔体和精神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其他的无云当中的 其他的几个呢 就是从这个精神 从这个层面上分出来的 从精神这个层面分出来的 简单 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的常用的 我们比较习惯的 比较熟悉的这个方法呢 那人就是人体 要是柔体和精神 这两个就可以了 五云如果要分成五个 那从这个精神上面呢 再分几个出来以后 就变成五个了 但是呢 总的来讲呢 那就是这个柔体和 这个精神 两个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有一个自我 自我的存在 如果真的有一个自我的话 那就是应该就是 要不然呢 我们的这个柔体 要不然就是精神 要不然是他们的组合 应该就在这个上面有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柔体和精神 它自己就是自我 要不然呢 这个上面有一个自我的存在 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呢 就是没有第三个 没有第三个选项 只有这两个 要不然五云 它自己就是自我 要不然呢 五云不是自我 但是呢 五云的上面 有一个自我的存在 除了这两个意外 大家想想 还有没有第三个 第四个 我们可以这样子思考 要不然呢 我们的柔体和精神 它本身就是自我 自我就是我们的柔体 和我们的精神 除了这个意外 没有自我 这就是自我 要不然呢 我们就这么去 这么说 要不然呢 我们就说 柔体和这个精神 它不是自我 它是自我的载体 自我的载体 那自我在哪里呢 自我就存在于 这个柔体和精神上面 它不是柔体和精神 那除了这两个意外 没有别的 大家还好好想想 还有没有第三个选择呢 没有第三个选择 那没有第三个选择以后呢 那这两个 我们就是选择 哪一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去分析 都可以去分析 首先我们去分析 比如说 如果我们说 那自我就是柔体 自我就是身体 这个精神 精神和我们的身体 就是自我 这就是自我 不需要去找其他的自我 这就是自我 如果我们这么认为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会有问题的 说若我是无因 如果我们说 我们就是自我 就是这个无因 无因就是自我 这两个是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 就是无而无别的 就是一体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有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说 我即为生灭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五云 是一刹那 一刹那 一刹那的 会这个 会这个 生灭 生灭的 然后我们的精神 也是一样 精神它也是 一瞬间 一瞬间 一秒钟的 万分之一当中 它都会生灭 然后呢 前面的 这些 这些全部 不存在了 以后 这个 那个 比如说我们 一秒钟 作为当下 那 一秒钟之前的 就是所有的 这些 这个 肉体 精神 从当下来讲的话呢 都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的意思就是 已经不存在了 然后一秒钟的 之后 之后的 这些 所有的 未来 那么 也还没有 单身 没有单身 是什么意思呢 根本就不存在 还没有出现 它这个世界上 已经不存在 一个东西呢 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出现 另外一个东西呢 这个世界上 已经消失了 那现在 存在的 就是什么呢 存在的 就是这么 当下的 这个 一秒钟 一秒钟的 肉体 和一秒钟的 这个 精神 就是这样子 除了这两个意外 那就 没有什么 这为什么说 一秒钟呢 我们不就是说 从昨天来到这儿 今天有 明天有 到哪里 不就是这样子吗 这个是不成立 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觉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把 千千后后的 这个时间 全部就是这个 就是连接起来 就是比如说 这个像这个 佛珠一样的 佛经里面 就经常 这个举这样子的 这个例子 我们的这个 时间呢 就像这样子的 佛珠的这个 比如说 这个之前 这前面的 全部是 佛珠 然后呢 这个后面的 都是 未来 那么 当下呢 就这么一个 一秒钟 一秒钟 当下这么一秒钟 然后这个当下 过去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当下呢 又消失了 然后呢 又新 诞生了一个 一秒钟 然后这个 一秒钟呢 又过去了 消失了 然后呢 又诞生了 一个新的 一秒钟 但是呢 真正的这个 自我呢 永远都是 只有一秒钟 一秒钟 我们如果 假如一秒钟 作为时间单位 如果更小的话 那就更小了 如果我们把 这个时间的单位 分得更小的话 那就是单位 这个时间的单位 也就更小了 不是一秒钟 有可能是一秒钟的 万分之一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这叫做 这叫做佛珠 但是呢 实际上呢 没有一个佛珠 实际上就是 一颗一颗的 都是一颗一颗的 竹子 除了一颗一颗的 竹子以外呢 它也没有 没有什么 这个所谓的 佛珠 佛珠就是 一颗一颗的 这样子的 这个全部 传起来了以后呢 然后就叫做佛珠 然后我们的人的 过去和未来 和这个 现在也 实际上也就是 一个无数的当下 无数的当下 叫做 这个人的一生 人的一生 就是无数的当下 那无数的当下呢 就是一秒钟 当下就是一秒钟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的 这个单位定为一秒钟的话 那当下就是一秒钟 一秒钟之前的全都已经是过去了 已经不存在 一秒钟之后的呢 也都不存在了 这个也是哲学上面啊 有些哲学里面 也有这样子讲 也有这样子讲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 就是这样子过去了 那么这样子过去了以后呢 那我们再看看 那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呢 我即为神明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前面的我都已经 就灭了 后面的我呢 那第二秒 第一秒钟的我 就是第二秒钟的时候呢 它已经灭了 它已经就不存在 然后呢 第二秒钟的时候呢 又新的诞生了一个新的我 新的自我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在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心 我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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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这个自我 跟这两个是 就很大的相差 我们心中的自我 就不是这样子 我们怎么认为呢 我们平时啊 这个 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比如说 我们今天问问大家 大家认为自我是什么 很多人也答不出来的 但是呢 佛教有一个宗介 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心中的自我 是什么呢 它有三个特点 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 第一个特点 就是永恒的 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呢 没有 但是我们的心中有 我们的心里面有 实际上没有这样子的 永恒的东西 我们的心里面呢 就是我们默认了 这个自我 就是永恒的 这个怎么讲呢 比如说 我们会将 前世的我 来到这一世 这一世的我 又会走到这个 来世 那前世今生 来世之间呢 几百年 几百年当中啊 我都在啊 我就是一个 一个我 我就是从前世来的 然后我要到后世 然后几百年前的我 几千年前的我 几万年以后的我 那么这个是 我们始终就是认为 时间不管再远 那我们就认为 这我就是一个一个我 当时也是我 现在也是我 未来也就是我 我就这么一个 那么这就是永恒 我们的心中的我 第一个特点是永恒的 第二个特点呢 我们心中的这个 自我的特点 第二个是独立的 是一个 肚子一个 我们一直都认为 只有一个我 我们不会认为 我同时有 两个我 三个我 这从来也不会觉得 我就一个人 一个我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的话呢 那就是我 对我自己的 楼梯和这个 精神来说 自我是 通知者 通知者 就是我 可以通知 我的这个 空指 我的这个 身体和精神 通知者 或者是 空指者 都可以 那我们就是 就这么 我们心里的这个 心中的这个自我 这个我们自己 就是设定了 这么三个特点 每个人都这么认为 那么现在看的话呢 那如果我们 这个认为 这个身体跟精神 是我的话 那完全是违背了呀 这个身体是 一刹那 一刹那 或者一秒钟 一秒钟 一秒钟 一秒钟的 就缓心的 心的这个身体 然后精神也是 一秒钟 一秒钟就 单身 心的这个精神 然后呢 前后的这个精神啊 和柔梯啊 都是不一样的 前面的都已经消失了 后面的 就都都都 全部 就是 一瞬间 一瞬间的 就出现 后面的 前面的消失了 后面就出现了 然后这个当中呢 永远都是一个 这样子的 生灭的状态 那么这个当中呢 如果我们说 有一个我 那这当中呢 有无数的 这个 一秒钟当中 哪一个是我呢 如果说我 我当下就是我 那当下是我呢 当下马上就要没有了 一秒钟之后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我就不存在了呢 那如果说 不是 我又 又诞生了一个 我新的我 那这这 前面的 跟后面的 完全是不 完全是两个东西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的 又违背了 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认为 只有一个我 没有那么多的我 那但是这个 身体跟这个精神啊 从实践的角度分析的话呢 那就是这样子的 深深密密 从空间的角度去分的话 那就身体就可以分解 很多很多很多的 然后呢 这个精神也可以分很多 那这样子也就是 我不就是我们 已经认为 我们认为这个 自我就只有一个吗 那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东西 其中哪一个是我 哪一个不是我呢 如果我们说 其中就有一个是我 其他都不是 那理由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这没有任何的依据 所以我们就不能这样子 相细地去思考 一相续思考的时候呢 这个自我就根本就 就是 斩不住脚 紧不起考验 然后呢 最后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自我在哪里 不观察的情况下 那就有 它成立了 就是有我 就我 你 这是成立的 但是 这样子深入的观察的时候呢 那就是 我们怎么回答 我们就是今天 我们各位啊 也 就是 这个 就可以 不要作为一个信仰 就作为一个哲学的观察 这样子的方法去 研究 然后呢 这样子我们给自己 提出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怎么回答 好好想想 如果我们回答不出来的话呢 那这个里面肯定是有问题了 如果回答得出来 能自圆其说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现在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把自我 就是定为 这个 这个身体和精神 就是我们确定是自我的话 那这个身体是肯定是要 一分一秒钟的要变化 生灭 那精神也是 那自我也是吗 自我不能这样子啊 自我这样子以后 就很多问题就是 就是出现很多的矛盾 我们就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啊 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人为有一个自我的 这个我不是这样子啊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说 我即为生命 我们说 我是身体 我是精神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又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呢 精神和这个柔梯啊 实际上是两个东西啊 那其中哪一个是我呢 如果说两个都是我 两个都是我 那不就是有两个我了吗 如果不是 精神就是我 柔梯呢 那不是我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解决问题了 我们就认为 是解决问题了 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为什么 精神 什么是精神呢 精神也不是一个 一体化的东西啊 也是很多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情绪啊 各种各样的观念 组成的 也是我们刚才讲的 五云 它也是很多东西 堆在一起的 它也不是一个一体 那这么多的情绪 这么多的观念当中啊 你说哪个是我呢 如果说都是我 都是我呢 这样子的话 你不就自我 就是有这么多的自我 这个我们的心里的 这个自我不是这样子啊 违背了啊 那不是我 那其中如果说 我们选一个 这么多的情绪当中 这个情绪是我 其他都不是我 那这样子 这个有道理吗 道理是什么呢 这一句是什么 也不能这么说了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特别有意义啊 当然我们前面讲过了 如果我们只追求 只追求这个 这个吃喝瓦乐 然后呢 其他都不甘心去 那这样子就是 不需要去思考这些了 如果是我们像 这个有些人呢 就是有这个 比较高的 啊 智慧方面的追求 啊 那很习惯去思考 啊 还有有些人呢 就是就觉得 人生啊 很苦 啊 想突破 想解脱 啊 那这样子的话 这种人 那就必须要去思考 这些问题 啊 这是我们前面 有两个 啊 选择当中的 第一个 啊 就是说 我是身体 和我是一个 啊 精神和我是一体的 啊 这样子的话呢 有这些问题了 这些问题 我们能不能回答 哎 不能回答的话 那就不能这么说了 那如果我们 就选第二个 啊 第二个 就是说 精神和身体 啊 它是 呃 这个 我们的自我的载体 啊 自我不是身体 自我也不是精神 但是呢 自我 就是啊 空直 这两个东西啊 精神和身体 是自我在操控 哎 他们两个是 自我的载体 哎 呃 就是自我就存在于 这个 这两个 这个精神和物质当中 但是他自己不是 啊 自我物质 身体不是自我 精神不是自我 这么认为 啊 那就第二个 选择了 啊 那这样子的话 这种说法行不行呢 那得观察一下 若我 已无印 哎 这个无印和我 自我 啊 不是一个 啊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好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啊 则 非 无印 像 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无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柔体和精神吗 那你说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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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我 就是 堵离于 五云 那就是根本就是自我 他也没有身体 他也没有这个 精神 那他怎么存在啊 那他是个什么样子啊 啊 五云像 那就他就没有这个五云像啊 他又没有身体啊 他又没有这个医师啊 他又没有其他的都没有了 那这些都没有了以后呢 把五云都抛开了以后呢 那这个还会生下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呢 啊 你说说这个出了五云以外的自我 是个什么样子啊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你先描述一下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也说不出来 这个就出了五云以后 哪里有个自我啊 我们也不知道啊 如果有个自我 如果有一个自我 那应该是这个身体啊 这精神应该是这个自我才是对啊 如果这个都不是的话 那怎么去到哪里去找个自我啊 啊 则肥五云像啊 那身体也不是啊 那么这个精神也不是 那么这些不是的话 这些都不是的话 那完全是凭空相像出来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自我啊 啊 凭空相出来的一个自我了 这个就是外道的自我 都是这样子的 哎 所以这个也就不可能了啊 那这样子的话 除了这两个意外呢 确实也没有什么啊 没有什么 第三个 那这两个呢 说哪一个都不对 说哪一个都不对 那到底这个自我是什么 是是是是在哪里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如果在这个世俗当中啊 世俗当中有一个自我的存在的话呢 那这个应该是我们很轻松的 轻轻松松应该找得到啊 我们连自我都找不到了 那能找到什么呢 更高的智慧怎么去找 那现在这样子一观察了以后呢 自我在哪里 自我都是什么 这个都是就越说越复杂了 啊 越说越糊涂了 现在都根本找不到 原来就是有一个你我他啊 就是从生下来到现在 就一直都有一个这样子的观念 那现在这么一说啊 那就就不知道了 哎 那这不知道啊 那就要深入地去思考啊 这不知道还不行啊 这个到底有没有 你得说一个这个准确的答案啊 要不就说有 要不说无啊 那么如果是在这个中间呢 自己的思维混乱了 这个最后也就搭不出 最后也不甘说有 也不甘说无 这个解决问题吗 这个不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 见解 是必须 必须是一个非常清晰的 不清晰的 模糊的这些呢 它都不叫见解 不叫见解了 见解是一个非常确定的 非常确定 就是这样子 就是确定 没有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不叫见解了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看看 这个怎么个回答 就是龙鼠菩萨说 你这么一观察 那你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 这个 这个 自我呢 实际是准确地说 这个无云上面呢 我们自己贴了一个标签 就叫做我 然后呢 这个标签是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意识贴的标签 除了这以外 没有懂别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那下面呢 这个就已经标大了 这个佛教的我 若物有我者 何德有我所 我和我执和我所执 是什么呢 我执是对自我的执着 然后呢 我所是我所拥有的执着 比如说身外的东西来将 我的房子 我的车子 等等都叫做这个我所 然后在身体上将 那我的眼睛 我的手 我的脚 那么这些也叫做我所 这个叫我所制 前面就是我执和我所制 反正我 这样子的观念 就叫做我执 然后后面加一个德 以后就变成了我所制 我的 我的 那么这样就变成了我所制 两个都是执着 那么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个观察 当然 这个佛教里面 无我的证明 这个无我的方法 非常非常的多 其中一个简单的观察 就先前面的四句话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就基本上看到了 这个我是不存在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 若无我 若无有我之 就是说 如果没有我 如果没有子我 子我不存在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何德有我所 那么我所 我我所拥有 那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比如说 如果首先我存在 那么我们可以说 我的手 我的眼睛 我的车 这个也可以讲 但如果我不存在了以后呢 那就是我的车 我的房子 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所以呢 何德有我所 我 这也就不成立了 那这两个都不成立的话 那怎么样呢 就说灭我 我所顾 那现在就是我们 很清楚地看到了 这个我和我所至 两个都是 实际上就是不符合实实 实际上是没有我 然后呢 没有我呢 我所拥有 这个也就自然就没有 所以没有我 没有自我的话 那么 就 无我 我所至 那我们在客观上 这个肉体和精神上 去观察 去分析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这个自我是不存在 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么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确定了 这个我和我所是不存在的 那灭就是就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这个不存在 你知道这个不存在的时候呢 那我执自然就会停止 我执它也会消失的 无我 我所至 我执和我所至 也是 也就会消失 但是它的消失就没有那么快了 没有那么快 但我们的这个 我们对自我的这种执着是根深低谷的 根深低谷的 这个没有那么的简单 但是如果我们开始了结了这个无我的时候呢 它虽然党侠还没有消失 但是呢 它已经开始松动 这个执着 这种执念 就开始松动了 松动了以后呢 慢慢慢慢 开始动摇 在最后的时候可以把它断掉 这个执着就可以断掉的 那么这个执着的断掉是什么呢 在佛教里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逻辑关系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要断我执 那么是不是我们相信佛 佛告诉你没有我就没有我 就能断到 能断出我们的我执吗 不是的 不是 那不是听佛的 自己去观察 然后深深地体会到 这个苏维的自我 是真的是这个不存在的 它跟肉体和精神是一体 也是不对 一体化也不对 然后呢 它独立于肉体和精神也不对 这两个都不对 那这两个都不对 那没有第三个呀 那没有第三个 这两个是不对了 那么第三个也没有了 那么这说明什么 这就完全就是说 它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思考 会不会有第四个选择 第五个有没有呢 当然也可以去思考 但是没有的 那没有以后呢 我们这个就通过这个观察 我们非常的确定的 就是实际上这个自我是不存在 那这样子以后呢 这叫做灭 灭就是 灭就是我们心中去灭 我们看到了这个自我不存在了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无我我所知 这个知作也就开始就是松动了 然后再通过这个文思 再通过大作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这个心里的这种 无我的知灭就越来越强大 那越来越强大了以后呢 那这个我知和我所知 然后就越来越弱 它就越来越弱 最后就没有了 是这样子的关系 前后的关系 那下面呢 下面的这个四句话啊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个 反驳 它就是一个 拨斥 它就是另外一个人说 这个不对 这种无我的说法是不对的 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它说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它说 无我我所知 必已无所有 这句话是不是它说的 是龙书回答的 所以我们如果这些 龙书的这些书啊 这些都是如果没有一个 这个它的竹节的话呢 那这个文字上就根本就 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因为这些 比如说这句话 我们为什么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他为什么突然间 说一句这样子的话 但是看到它的 竹节里面 就是有说 这个前面呢 有一个人就是 他就来驳斥 他反对这个说法 然后龙书就是 就开始给他 有去反驳 这样子 这个之前的 这个人 他怎么反对着呢 他说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那不就是有一个人 你说这个 有没有一个人 真无空心啊 如果你没有人 如果你说 没有人真无空心了 那你这个说了 也没有意思啊 还得要说 有个人真无空心 有人真无空心 空心 那他就说 那就好啊 那就是有人真无空心 不就这个人 就是自我吗 如果有人 真无了空心的话 那这个人 不就是自我 自我就是这个人啊 那你为什么说 没有自我呢 他以为人 就是自我了 但是不是 人是无云 自我是在 人的无云上面啊 就是强加出来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观念 他把这个没有粉 他的想法呢 跟我们普通人的想法 是一样的 然后呢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反对啊 也实际上 也不是一个人反对 实际上 就是他是代表我们 就是他 替我们反对的 就是替出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声音 嗯 然后 那龙叔回答的时候 怎么回答的呢 无我我所知 必亦无所有 就是说 我无我和我所 我我之和我所知 是必须 是无所有的 就是说 这个真无空心的人 他真无的 这个无我 一定 必须 是一个 无所有的 他只是说 就是他真无的是 他不是真无了 有我 他真无了无我 真无了无我 所以就是说 无我我所知 见者已不见 这句话 就是很重要的 见之是什么呢 见之就是 真无的人 真无的人 就是比如说 菩萨呀 阿罗汉呀 他们 见者 就是他们 见者已不见 已不见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阿罗汉 他见 他见到了这个 这个无我 但他见的时候 是怎么见的呢 他见的时候 是没有看见 我呀 他看到的是 他看到的是 无我 而不是看到的是 有我 见者已不见 不见什么 什么不见呢 他不会见到 有我 他不会见到 有我 他是见到了呀 他见到的是 无我 不是有我 所以 见者已不见 所以你 你问我有没有人 真无空心呢 有 有人真无空心 那有人真无空心 不就是这个人 不就是自我了吗 他就是说 不是 这个人跟自我是不一样的 人他这么见的呢 他见到了什么呢 他没有见到有我呀 他见到的就是没有我 见者已不见 他也没有见到有我 他见到的就是物我 所以 所以 无我 我所知 没有这个我和我所的 这个执着的 这个人 他见到的 不是有我 他见到的是 无我 所以你这个反驳 不是你这个 这个反对 是无效的 人不等于自我 自我 也不等于人 人 人作为的人是什么呢 人就是一个乌云的这个组合 那这个乌云的组合上面呢 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呢 那这不就是我们现在 当下就在这个辩论吗 当下不就在这个观察吗 你不能说有我就是 你不能说有人 就有自我 人当然有啊 世俗当中是有人的 但是这个人是不是自我呢 那人就是五云 就是五云的组合 五云的组合上面 有没有一个自我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就是说 有人就不等于有自我 尤其是这些人 他证悟的这些人 他们也没有证悟 就是有我呀 他们证悟的是无我 所以简直已不见 所以这个反对是无销的 然后就是说 内外我我所 内是什么呢 内就是我们内在的 这个精神和身体 身体 叫做内 外是什么 外是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然后我们对内 就是产生什么呢 产生自我 我们对这个自己的身体和精神 就产生了 自我的执着 然后呢 外在的东西 身外的东西 我们就产生了 什么呢 产生了我所 比如说 我的房子 我的车子等等 就是我所拥有的 然后 静灭 无由故 然后这个 我们对内的这个 我之和对外的 我所至 这些执着 全部打破了以后 全部就是打破了以后呢 静灭 无由故 全部打破以后呢 然后 然后是什么样子呢 主守 己为灭 这个守这个字啊 在佛教里面呢 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意思 这个守是 里面有几个烦恼 这几个烦恼 之前我们讲这个 无运 这个事而缘起的时候呢 有几个烦恼 就是下意识的推动力 就是有这个烦恼呢 就是会转世 这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无明 第二个呢 我们之前讲 这不就叫做爱吗 爱实际上就是愚亡 就无明和爱 还有几个其他的 主要是这两个 这叫做守 这叫做守 这叫做这个守 一个字来代表 无明和这个代表 这个愚亡 这样子 那助守己为灭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我所知 我知和我所知灭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无明和 守就是无明和愚亡 无明和愚亡 也会灭 也会停止 也会停止 因为无我 通达了无我以后呢 争悟了无我以后 然后愚亡和无明 他们都会消失的 即为灭 就是他们也会消失 然后呢 那守灭了以后又怎么样呢 这个无明和愚亡 灭了以后又怎么样呢 守灭则生灭 然后灭了以后呢 那不就是后面的这个生 生是什么呢 我们的十二元起里面呢 就是生 十二元起里面的最后的两个 就是生和劳 四 这个生 就是下意识的这个投生 那投生也就不存在了 那就是 这个就是说明了 我们的这个投生啊 专世啊 轮回啊 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它的推动力 它的推动力是什么 它的原动力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执 就是我执 然后呢 我执可以细分的话 我执和我说执啊 这样子分 但是简单说就是我执 然后有了我执以后呢 有了这个无明 有了愚亡 然后有了愚亡以后呢 那就是会投生 这不就是十二元起里面 不就讲过了吗 那今天这个里面呢 就倒过来讲 刀过来讲 这叫做愿灭 愿七和愿灭 愿灭就是说 怎么样灭呢 首先啊 我自我大破了以后 自我大破了以后呢 然后羽亡和这个无明 就叫做这个里面的手 就是代表这个羽亡和无明 他们停止了 他们停止了以后呢 然后就没办法再专世啊 我们不是讲了吗 这个阿罗汉呢 很多的阿罗汉啊 他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 他不会有下意识 他不会找新的这样子的业 菩萨一地一地菩萨 他也不会找新地 所以呢 他没有这个业力推动下的这个下意识 这个不是我们讲过吗 那么今天呢 他也就是说 熟灭 则胜灭 那这样子就是就不会轮回了 轮回就不会 不会轮回 那就开始听智 那这个就是要达到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这叫做圆灭 圆灭 圆灭 圆灭就是轮回 圆灭 最后就是涅槃 最后就是解脱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无明 或者是我直 灭了以后 那后面的这些 因为它的圆灭力没有了以后呢 那后面的都会停止的 所以 受灭 这个受灭了以后呢 就生 也灭 那圣灭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 就不生 就不会生到这个轮回当中 那就 那就是什么样子呢 那就是解脱 那就解脱了 那这个 这一上啊 然后后面还有 两句话 后面就是说 夜 烦 闹 灭 鼓 就是说 夜和烦闹 灭了以后呢 明知 未 解脱 这就叫做解脱了 解脱就是 解脱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解脱 这个是十二元起 倒过来了以后呢 就这样子了 一个灭了以后呢 那后面的一个 一个 全部 就灭掉了 其中有一个 在 那么它就 后面的这个 十二元起 全部 一个接着一个 就会 就会出现的 如果 其中最源头的 这个 原动力 灭了以后 被破坏了以后呢 那后面的全部 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 就像火车头 如果火车头 还能走 那么后面的 这个车厢 全部都要跟着它走 如果火车 头它停下来了以后呢 那后面的 这些车厢 它没办法走啊 它们都要回 都会停下来 整个都停下来 那这个 十二元起的 这个 这个 道理 就是这样子 我们怎么样去灭呢 怎么样去灭 它的这个火车头呢 那就是刚才 前面就是两句话 就是去寻找 自我 看个清楚 这个自我 存在 还是不存在 就是要有一个 明确的这个答案 一定要能够 说服自己 我们连自己都 说服不了 那就 这个就说服不了别人 我们 首先我们自己呢 一定要看清楚 要确定 如果你说有 有我 那也可以 那你就是说个清楚 什么理由 你怎么发现 这个自我是存在的 如果 如果说 我们的这个自我呢 完全是一个 不存在的东西 它永远是一个 我们自己 想想出来的 它不是真实一个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呢 也得要拿出证据 拿出证据 实实在在的证据 那么就是我们 在这个地方呢 必须要有证据 有证据 有逻辑 这样以后呢 才有这个说服力 才能够幸福克福 那就没有我了 然后没有我的话 那就是后面的 这个 我所有 我执 我执 我所执 这两个就一下子 就没有了 这两个没有了以后呢 那后面的这些烦恼啊 这全部没有 那这个没有了以后呢 这叫做明执 为解脱 那这些都不在了以后呢 这个就叫做解脱 解脱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说什么呢 说这个成佛的一个方法 或者是一个解脱的方法 特别有意思 那我们平时呢 佛教里面讲空心啊 讲这个无我呀 那他是怎么讲的呢 简单说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那我们接下来 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深入地去思考一下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我们深入地去思考的时候呢 会发现很多很多很多的 这个突破 我们一定会有 这个方面会有很多的突破 会发现很多的 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些 新的这个知识 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这个商务呢 就是下面的内容 我们不再讲了 讲多了以后呢 我觉得可能不太好消化 内容太多了 就放在这儿 然后呢 大家提问题 我们就是大家提问题来交流 然后商务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感谢康波商务的讲授 在商务您讲的重点是五 那我自己的理解 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智慧 在工作生活中得到的应用 那在应用的时候呢 它是无和有之间 什么时候无 什么时候有 我们在读金刚经呢 是不助于相 如如不动 不助于相 它是无 如如这里边 是一个有 然后用而不有 即使真空 空而不 变成妙有 也是在强调 无和有之间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听了这个 就是更加要在 这个 对境的时候 工作 生活中 去体会 无的中间 什么时候是有 有的时候 要什么时候是无 那这里边就是 它这个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因为刚才讲破相 它也是人相 我相 人相 数字相 它什么时候是破掉我之了 什么时候是破掉我相了 在这个过程里边 有没有一个准则 因为如果说一下子 这个偏在空了 那我们就说完空 对 所以在这里边 看不能够给我们一些 这个实践的指引 谢谢您 可以这么说 就是比如说金刚锦 就是说不着想 然后呢 这个禅宗里面呢 就是经常讲不执着 这些东西呢 就是佛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 就是我建议什么呢 建议大家 就是就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千万不要去 去这个 就是 就是跟着这些文字啊 就是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讲的 这样子的 从下到上的一个这样子的思考 的话呢 从上到下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这个不着想啊 不执着呀 放下呀 这样子的 有上到下的这个 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是根本就没办法做得到的 放下 怎么个放下呢 就放不下了 就是就因为我们放不下 所以就轮回了 对 对 所以还有不着想也是 也是这样子 刚才 这个地方有个很 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一个 一句话 他说 我们比如说 怎么不执着啊 怎么能够放下 怎么不着想呢 我们要看一句话 这个前面 灭我 我所古 无我 我所至 首先你有没有灭了这个我 如果是你灭了我 那么灭了自我 灭是怎么个灭法呢 两种灭法啊 两种灭法 一个是简单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 通过这个逻辑的这个思考 观察 然后呢发现自我是不存在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灭法啊 这也叫做灭 那另外一个灭 就是根本就不需要 这个逻辑啊 这个逻辑啊 理论根本不需要 就像六祖回能大师的那样子 就是 蹲悟 蹲悟了 就当下就蹲悟了 那蹲悟了以后呢 就是彻底地把这些 我和我之全部就被灭掉了 就这么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 那么后面的这个回能大师的这个 这种灭法呢 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不适应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是要就是有瞎到伤的 就是从思维 从这个深入地去思考 然后呢往下一步一步 往上一步一步走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深入地思考了以后 然后就我们就颇想了 第一个是 第一个颇的想是什么呢 第一个颇调的是自我相 我相 相是什么 佛教里面的相 这个内容太多太多太多 简单地说 相反正就是我们看到的 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叫做相 那么这个颇调了 颇调了以后呢 然后对相的这个执着 它就 它也就自然就不成立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 有一天 我们从外面刚刚进来的时候 就是屋里 光纤比较黑暗的时候 门椅大开的时候 比如说你住在一个山区 山区 这个萧区里面有很多的树林 然后呢 周边也有蛇 有蛇的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呢 你一开门进来的时候呢 就是地板上 就看到一条蛇 那实际上这个不是一条蛇 这就是一条生子 一条生子 小孩玩的时候 把生子丢在那儿 没有尖 然后呢 你回来一打开门的时候 因为本身这个地方有蛇 然后光纤也不良 你就觉得就是有一条蛇 然后就心里就 就这个产生恐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去 是这个 怎么去这个 断出他的这个恐惧呢 你说 麦克风 感谢卡布 我会选择 直接面对这个疑惑 面对这个恐惧 去发现 里边到底是什么 不是 怎么发现呢 这个 就把灯打开 看个清楚是吧 到底是一条生子 还是一条蛇 你这个因为 这个是因为你是 光纤不足的情况下 你就产生了这个蛇的错觉嘛 那你是不是把灯打开 就看清楚 是的 看不 或者是问 或者是问问这个邻居啊 这个有没有 我家里有没有进去一条蛇啊 是的 看不 包括用红外生命摊摊仪 因为每个人 有他的上巧去发现真相 只要他勇于面对这个疑惑 这个事情就可以得到解决 好的 谢谢 简单说啊 简单说就这样子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呢 你肯定是要 你不是要问别人啊 你这个红外这样子的 这个红外线 也不要那么复杂 你把灯打开 灯打开 一看 哦 不是不是不是蛇 就一条生子 那么看到了这个 这个生子啊 你看到了这个生子的真相的时候 那就是蛇 就灭掉了 这叫做灭 灭我 这个时候我们换个字 灭蛇 蛇灭掉了 灭了 灭什么呢 就是你实际上看到这个上面没有蛇 不是蛇 不是一条蛇 就是你看到了以后呢 这叫做灭蛇 那通过这个灭蛇 然后就消除了你的空居 你空居就不在了 那你要打破这个空居的话 那首先怎么打破呢 那就是去看清楚呀 有没有 这到底是蛇还是 到底是蛇还是一条 这个绳子啊 你看清楚了以后呢 你非常清楚地看到一条蛇 一条绳子的时候 然后你的这个空居就一下子就没有了 对吧 这个就是他说的是 灭我 我所古 我我所知 你看到了这个是 这里没有蛇的时候呢 蛇就灭了 那灭了以后呢 就是对蛇的这个空居 也就不存在了 这就不存在了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方法啊 那么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方夏呀 知灼啊 不灼香啊 这样子的金刚经的 这些有些词 还有就是谭经里面讲的一些词啊 这些都是 话是没有说错 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的理解呢 我们一定要有蛇往上 这样子观察 才可以 除非是你有这个毁能大师 这样子的智慧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有伤往下 这样子 所以这些时候就需要这样子的观察 这个特别重要 有这个观察以后呢 你慢慢慢慢 你就有这个 有人识 人识到这个我了 那人识到我以后呢 再去修 再去修了以后呢 不仅仅是通过观察啊 自己有这种体悟 也有体悟了 那有了体悟 体悟是从哪里来呢 从修心 从修心当中产生 然后呢 我们的人质呢 从观察当中产生 这个是通过 逻辑观察就产生 这个 然后呢 这个人 这个人质 最后要把它专化为 体悟的时候 对我们才有帮助 这个时候才有帮助 人质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必须要把它专化为体悟 那么体悟 就是去揪 修了以后才有这样子的体悟 然后有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有了这个感觉以后 然后这个 他的另外一个 这个我之 就慢慢慢慢 逐步逐步地就消失了 比如说这个时候啊 你就是 就认为有一条蛇的时候呢 你如果自己不打开灯 自己不看 你问个这个旁边的人 家里的人 就小孩啊 或者是其他人的话呢 那他们 也许告诉你 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一条蛇 他给你这个说一大堆的理由 不可能有蛇 但是呢 就还没有这个 你自己亲自去看 那么的确定 所以这个时候呢 闻别人呢 也可以 但是不重要 自己看 是最好的 那这两个是什么 比喻呢 你比如说闻 闻这个 这个神边的人 这里面今天有没有可能 有一条蛇进来啊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从书本上去 会找这个回答 这个意思 然后呢 你自己把灯打开 自己去看清楚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体会 你就不是书本上 你自己感觉体会到 体悟到 就这个差别 所以呢 闻所得的知会 秀所得的知会 似所得的知会 三种知会 佛经里面讲三种知会 闻所得 比如说你们今天 也得到了一些知会 但是呢 这个是听闻而得来的 然后我们再深入的思考的话 思考当中呢 也会得到一些 这个知会 但是这个知会呢 也是 也还不是这个体会 然后真正的知会呢 就是我自己去修的时候呢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就得到了一个知会 这个叫做 修所得的知会 然后真正的解决问题的 就是这个体会 这叫做知会 它会把我们的这些执着呀 烦恼啊 全部会端出 然后呢 这个端出了以后呢 然后就会发生 后面的 这个主守己为灭 受灭则生灭 这些后面的都会发生的 我们经常说 那个觉是什么 你说是开悟 那我现在理解 那个觉 如果说是开悟的话 其实就是指的智慧 是吗 那那个觉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在没开悟的时候 或者没有智慧 我们平时说的那个觉 其实是意识 是不是意识 就是我们 当我们意识 慢慢开始升级的时候 我们有了一点智慧 我们就有更多的觉 所以那个觉 我们平时说的那个觉 其实是 还是是指的智慧 不是不是 指的意识 意识 是 是意识 是意识 那那个 就说的那个什么在觉 那什么在觉 其实是 就是 你说是我直在觉 我在觉 不是我直在觉 我在觉 对 那现在没有我呀 是啊 但是我们平时不就是说 我觉得怎么怎么 我觉得怎么怎么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人 也不就说了吗 那个他这个 那个那个 那个翻队的时候 他也说了 你有没有有人 这个中无空心呢 我说有 那就是这个不就是我吗 这个人就是我呀 他就是这样子 你这个也是有点点像 这个感觉啊 不是说 比如说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 当然了 我们现在不就是有执着吗 有我直呀 我们还没有开悟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说 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这个就是 所以没开悟的时候 是觉得是我 如果开悟了 开悟了下面会这样的 会这样的 开悟了以后呢 我们依然会说 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我 后面没有什么执着了 这是为了表达 为了沟通就说 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但是是不是他真的有我直呢 他是没有的 对 那我们还没有 没有证悟的时候呢 我们会说 我觉得怎么 这个时候是真的是 他觉得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真的是有我直了 佛也会说 佛也会说 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怎么去做 但是呢 就这个实际上是不会有 这个后面 这个后面会有的这个内容啊 你看这个 后面就说 后面有这个 后面有这个意思 你看这个后面最后 最后最后 下面最后一个啊 诸佛火说我 看到了没 就这意思 火说雨无我 看到了吧 对啊 就这个意思 佛也会说我 怎么怎么 但是实际上呢 他这个就是 这是为了 为了大家 容易方便理解 就是说我 但是实际上 他没有我直 嗯 嗯 那 您前面又说到 那个人 跟我的不同 人 人其实包括 我们的身体跟精神 是吗 对对对 那这个 这个身体跟精神 是不是有点相当于 就是我们说外在的这个事物的这些 这些东西一样的 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嗯 应该这样子讲啊 比如说首先要确定 我们自己相像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哎 这个很重要了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这个确定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到这个身体和精神啊 上面去照 又没有一个这样子我相像的这种我 在那 身体当然有啊 精神当然有啊 但是身体和精神是不是我相像当中的这个我 一样的 他们两个是不是一个 哎 不是 符不符合 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 对吧 这个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的人的那一个精神跟身体是有的 对 或者某个层面说 如果是从更深的 它也是没有的 嗯 但是就跟这个物体我们说没有一样的 它是一个道理是吗 对 是一个道理 哦 明白 明白 那那还有一个就是您说那个如梦如幻跟那个 如来仗 其实它是不同的层次 它们还有区别是吗 有区别 对 好 谢谢干部 嗯 很好 有一个比较愚笨的问题 就是 嗯 因为诸佛名 诸佛都有各自的名号 有不同的功德 对 那这个是在世俗地的层面上的一种方便说法吗 对 如果在圣意地的角度来讲 诸佛是不存在的 嗯 也没有差别的 嗯 对 对 好 谢谢 这些都是世俗地的层面 才有的 好 弟子没有问题 谢谢 然后有个学员问 在日程修行和觉醒中 大众不能一下子无漏 我们怎么去看待无漏 又怎么能做到无漏呢 无漏这个是 就是真误了以后 真误的 真误也不是刚刚真误的时候 还没有达到无漏 无漏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 他的这个真误的高度啊 就是达到了一定的成就的时候 程度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这些烦恼就慢慢慢慢地就给你装滑 然后就没有烦恼 然后叫做无漏 无漏这个什么叫到底什么叫无漏 这个大臣 消臣啊 里面的说法也自己的观点也很多的 但是总的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就是真误了入患入梦之后的这些都叫做无漏 之前的还没有真误的时候的包括我们比如说法菩提心啊 修心啊这些也就就叫做有漏 好 谢谢堪布 按因缘法看世界的种种痛苦 一切皆因缘的呈现就不存在苦了 一切都是应该发生的 那佛法说的离苦得乐的苦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啊 这个之前我们也就是就问了一个相差不多相通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世俗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啊 那么这些痛苦呢 有可能很多很多都是跟自己的前世啊 自己造的耶有关系了 有关系 那么有关系的话呢 那这个不就是他自作自受吗 那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这个帮助他呢 那这个我们回答了 这个有必要的 虽然啊 这个痛苦呢 跟自己的这个以前的啊 杀盗阴亡啊 有关系啊 但是呢 就是如果你说啊 那这个就跟自己有关系 我不去不去不去帮他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也就不需要帮任何一个人 任何人的这个痛苦啊 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跟自己没有完全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啊 有些关系是来自于这个前世 有些关系呢 就是来自于这一世 比如说这一世啊 自己事情没有做好啊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反正任何一个事情啊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遭遇 你说如果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就很难了 所以呢 虽然是他自己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因缘 但是呢 你现在去帮他 也可以绑得了 虽然如果你不绑的话呢 他这个也一定会这样子发生 这个就是已经安排好了的 一定会发生 但是呢 佛教这样的跟这个决定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佛教的这个因果呢 他随时都可以改 所以呢 你比如说 现实当中 你现在去帮他的话 那也把这个原来的因果就盖了 盖了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因果 可以帮助到他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些因果呢 比如说 就是 神就是他 他自己要面临这样子的问题啊 但是我们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残余啊 那现在暂时就把这个事情就往后退了 退了以后呢 那这个当中呢 他也有可能自己去残灰啊 那残灰以后呢 那也不是往后退 那以后呢 就永远也就不会再发生 这些都是帮助 这些都是可以去解决的 所以呢 虽然是跟自己的因果有关系 但是呢 你现实的帮助啊 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是不是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个问题啊 他的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问是 离苦得乐 有苦才有乐 这是不是在分别 一分别会有欲求 想求乐 才想脱离苦 这是不是也是烦恼的因呢 还要我说一说前面的这个问题啊 他后面说 那时候佛教的哭是什么哭 是不是啊 刚才 前面的问题 你再说一遍 念一遍啊 按因缘法 看世间的种种痛苦 一切皆因缘的呈现 就不存在苦了 一切都是应该发生的 那佛法说的离苦得乐的苦 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应该发生的 应该发生的 也就不等于是不哭啊 应该发生的 不等于是不哭了 这哭就发 因为有了痛苦的原因 发生的就是什么呢 发生的就是哭啊 发生的不是快乐 是吧 我也不知道 这个前后有什么逻辑关系 但反正它发生的就是哭 那前面就是因为 他有这个造了罪 那现在发生的就是哭 现在发生的不是幸福 不是快乐 就是哭 那佛教这样的哭 也就是这个哭了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吧 这个是不是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子 好 谢谢 好 这后面的 你刚才这后面的问题呢 他说 离苦得乐 有苦才有乐 这是不是在分别 一分别才会有欲求 想求乐 才能脱离苦 这是不是也是烦恼的因 对 如果是 如果我们知求这个 世俗的 世俗的层面上的这个 快乐的话 那跟痛苦也有 也有关系 这个很奇怪的 比如说你吃饭 那你饿了以后呢 你吃饭才香 那你不饿的时候 你肚子 就刚刚吃了 吃饱了 你再去吃 那就肯定不香了 你肯定不会 吃的也不香 你也不想吃 那你肚子越饿 那么你吃的东西呢 就越香 那这个是痛苦造成的快乐 比如说 你刚刚免疫了这个痛苦 那你如果 就是 第一级 就比如找到一个 稍微快乐一点点的 那么就是因为 之前太苦了 现在虽然这个 平时就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特别大的快乐 但是呢 因为之前很苦 现在感觉这个幸福 就特别的幸福 特别的快乐 那这个是相互之间 是这样子 这个轮回当中啊 比如说 有些时候呢 因为快乐 所以就是痛苦 这叫做变苦 有些时候呢 因为痛苦 后面就有快乐 所以呢 这个世俗的层面上的 快乐和幸福 相互之间 都有这样子的效果 那么 如果是 如果我们追求 这个人天的福报 人天的幸福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 有些时候幸福 也导致快乐 快乐也会导致幸福 这样子 但是佛教的 他就是 真正追求 最后追求的呢 就叫无漏的快乐 那么这个是 跟这个快乐 是不一样的 好 谢谢您 鼎力康布 那个弟子有两个问题 就是 因为上午您在讲到 就是说 在断这个五蕴 然后就是 我有一个 就关修上面的问题 就是 怎么样在这个 关修的时候 断五蕴的那个步骤 然后 步骤是什么 能请您讲述一下吗 然后还有就是 在关修的时候 当我远 就是老是意识 就是 会跑 就是 比方说可能 要 要 要关这个 能无我的时候 是说把这个 自己的意识都 都圆到这个 五蕴 不是我的这个 上面 但是 但是就是 过一会儿 可能五分钟都不到 然后就 又跑了 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一直 安住到这个 上面 好的 好的 首先第一个 就是 先 首先 绣 应该绣 这个 禅丁 绣一下 基质 禅丁 那么这样子以后 就心就 就就就就 开始平静下来了 然后 这个就是 修禅丁 修的 就差不多以后 心稍微能够 平静了以后 然后再去 修 这个 这个修法 无我的修法 这样子以后 就 心 它不会那么快 就跑 它就在 比如说 让它去思考 某一件事情 它很长时间当中 它非常专心地 去思考这个 不会去想别的 心 我们的心 把它 训练了以后 它就自然 注冬地 就 不跑了 然后没有这样子的 禅丁的修法的话 那我们 一半的人 都是这样子 这个一开始 你说刚才五分钟 五分钟都已经 非常非常好了 可能一分钟都不行 半分钟的 有些时候 很难了 所以就 跑掉 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建议 鲜朽禅丁 鲜朽基直 然后通过基直 心平静下来以后 再去思考 这个神度也不一样了 感觉都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修行的步骤 就是要去思考 去思考 就是通过我们刚才讲的 这种方法去思考 思考了以后 我们这个后面 我可能今天是 我们讲不完 我准备了一个 这个修法 你看这个 无我的修法 无我的修法 然后就是一个 具体的一个 修行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 今天我们可能 没有时间 坎博 你好 就是那个 坎博说到 恒常 无常 我理解 是不是 那个因为 语言的限制 就是我们可能 把这个事物 看到 就是恒常 不变 所以用无常 这个词来改变 这个就是 不能说改变 就是来理解 这个 我们这个 就是佛法中的 这个 这个出现的 这种 是他 然后但是实际上 就是我们理解完了 这只不过 是为了理解 方便 理解完了 把这个无常 也是抛掉的 最后吗 最后 最后就有点像 那个金刚经 金刚经 我们有空 也是一种方便之说 是这样吗 是的 谢谢坎博 还有一个问题 我这有三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看不说到 那个 我们看到的任何东西 都是视觉的产物 那我 其实是有疑问的 然后因为视觉的产物 那我们 所有人看到 不是事实吗 那事实 那个 这个视觉产物 就有差异了 那我们所有 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看到都是 都是这件事情 都是事实 如果要说 感受 我觉得 可以这么说 但是如果 对于物件来说 可能 比如说 这是一个本子 那我们看到 都是这个本子 对吧 一百个人 看到的 但是 您又说 那个视觉 是99.10% 具象化 我们看到东西 其实可能 也是空的 这个空 是不是在 上一个维度 那我们也就说 普通的人 是这一层 这一个维度 嗯 嗯 是是是 这个空识 可以这样子理解 我们比如说 这个 你看这个天花板 你看这个我们的 这个 就是我们 这个叫做炫火轮 看得见吧 对 然后呢 它比如说 它有这么大一块 它有这么大一块的地方 它就是这样子 在我们的视觉当中 它现在是一个 环心的这个光纤 那么这个环心的光纤呢 它是我们的 视觉的禅物 是我们的视觉的禅物 那它是空的 它不孔的 真正不孔的 就食物呢 它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是应该说 是它不孔 它是真实的 但是 现在看到的 这个这个圆圈呢 除了这个点以外呢 全部都是空的 这个我之前讲过了 比如说 这个圆圈有360个度 360度 360度上面呢 真正的这个点 就只有一个度 这个是真实的 其他的 全都是假的 空的 是我们的视觉当中 产生的一个东西 这个能明白吗 这个能明白 但是对于 可能普通人 这种 这种凡夫来说 我们可能 比如说这桌子 这个椅子 可能是需要 无数的 就是部件 来一个一个的 组成的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可能和 这样子啊 这些东西 我们前面的 这个 桌子啊 是无数的 这样子的 高速晕砖的 这个我们自己 视觉当中 产生的东西 组成的 这个 不是一个 真实的物质组成的 当然这个里面呢 也有 相对来讲 也有一点点 真实的成分 比如说 我们 这个旋转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 有没有一个 真正的东西呢 那也有一点点 这个就是真实的 相对讲啊 这是真实 然后它 高速运动 就产生了 视觉里面呢 它就变成了 这个欢心 但是欢心是 视觉的缠乎 是空的 然后我们的 这个 桌子 不就是这个 原子构成的吗 那么原子呢 又是高速运动的 这个原子核 跟这个高速运动 电子 构成的 那电子呢 如果我们把 这个一个电子 可以放这么大的话 那电子 就是我们的眼力 就是这个道理 全都是因为 高速运动 产生的 一个 错觉 所以我们看到的 这个 这个桌子呢 实际上就是 一大堆的错觉 一大堆的错觉 但是在 世俗的层面上啊 它不会这么 深入地去讲 所以呢 也不需要这么讲 这样讲就有点乱了 桌子 这个就是桌子 不要再观察了 对 对对 对对 谢谢看部 就还有一个 实际的问题 就是我们 在学习佛法 那其实是想 把佛法 应允于生活中 对对对 那我们昨天中午 就有 有了一个讨论 因为我们吃完饭以后 我在收那个盘子 落在一起 然后有伙伴说 哎 你干嘛要落呢 这是服务员做的事情 嗯 如果你都做了的话 服务员就会 就会失业了 哎 你应该替他们着想啊 你不要做这些东西 哎呀 我就觉得 可能是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发心 我觉得没问题啊 你 你天天到这个地方 去做这件事 这个工作 那我服务员 就跟我失业了 但是你 那是不是我就是 哎 不该做这个 但是你偶尔啊 像你昨天这样的 你偶尔去做 做这个事情 服务员说不定 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每个人 都基于这种思想的话 每个人都去做的话 那岂不是可能 就是 那也就是说 做我该做的 我就这些 我不需要做 嗯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 是不是有点点孤独了 你 你 你比如说天天去做 那就抢服务员的翻弯啊 但是你偶尔这样子 就帮一下 这个没问题的 嗯 我就是在想 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因为参与到 这个生活中 工作中 社会中 嗯 我们是不是 做一些这种 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然 所以我就 有一些差异 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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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有一天发觉 你的这个 这个好心 真的让一个服务员 那个失业了 那你就别做 哎 这个是 对啊 那看来我这个眼光 可能还是比较短浅 没有想到更多 更远 这个这个平时常理 呃 来讲啊 你这一点就不会 不会让一个服务员失业 这不可能啊 所以这个没问题 这是 好 谢谢 刊布 嗯 呃 我了解呢 就是解悟是属于 语言般若 然后开悟呢 是一种观照般若 对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想证悟 呃 那我的问题是 我们从解悟 还有开悟 如何做 或者说在我们的 这个现行的 这个呃 文思修行中 做什么 嗯 能够更多的达到证悟 对 我们 刚才就是我们 从语言文字当中 学到了一点啊 啊 然后这个也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 呃 就非常准确的 就是了解了 这个无我的话呢 那这个也是一种开悟 但是这个开悟呢 在禅宗里面 这个开悟就叫做 不叫争悟 就叫做解悟啊 那简单的讲 解就是理解 呃 理解的开悟 就是理解是 还没有争啊 还没有争啊 就是理解 呃 所以就是解悟 呃 那么解悟就是 就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语言文字 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 就是了解了呃 呃 空心啊 呃 呃 那么这个叫做解悟 呃 然后就是要去修啊 呃 修了以后呢 呃 修到一定的时候呢 这个语言文字上 所的这个理解呢 到时候就专化为 自己的体会 呃 体会 体悟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可以说是 真物 呃 可以叫真物 呃 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解啊 呃 我理解这个修大多数就是让我们上座观修 对 那除了这个上座观修和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自己的心性和觉受之后 您觉得还要给我们更多的什么实际操作的一些建议吗 嗯 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 随时随低也可以去修 可以去修 这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呢 你就是要搭桌啊 去真实的去修 这个才有效果啊 如果我们平时都没有这么去人人真正的大做去修 就在生活当中修的话 呃 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效果没有那么好 这个很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现实当中啊 我们的心就是不是很稳定的 呃 就是因为身边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些时候呢 你很专心在想一件事 但是呢 因为身边呢 有人说话呀 有人打账户啊 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这个心呢 就一下子就走了 就都顶不下来 所以呢 呃 前提的条件就是 首先有一定的时间当中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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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做修行 哎 然后呢 有一点 这个觉悟的时候啊 然后到这个生活当中去修 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 这两个 有一个前后的 顺序 有些人就他自己不想打坐了 所以就是说 我不打坐 我就在生活里面去修啊 这个就是一种 解口 实际上 生活里面也没修什么 对 我理解就是 打坐观修 其实就是为了安住 或说是 稳定夯实我们的相续 对 练功夫 先把功夫练好 哎 好 然后 对对对 然后就在生活当中修 这个是可以的 好 感恩坑布 感恩坑布 我想问一个问题 嗯 是只有出家人才能 正午解脱吗 那当然不是啊 在家人也可以去 你也可以正午解脱 你好好秀 感恩坑布 佛在世的时候 三转法轮都需要 四十年对吧 就是 四十年啊 对 对 然后我觉得 在那个时候 可能众生都没有完全解脱 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 您说我也可以解脱 我现在有点 不是很有信心 可以的 想想问你 嗯 佛 你说 这个佛的三转法轮是 四十年当中完成了 是吧 嗯 然后呢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自己从现在去修 四十年可能也不能 嗯 就是 证得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不是啊 佛是 佛 佛是 四十年当中呢 佛是专法轮 哎 但是呢 佛是不是用了四十年的功夫 就成佛了 那不是 佛也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哎 这个都没问题了 这个佛的这个时间呢 长 短 都是 这个我们普通人的这个 就是 没办法衡量 都是 佛就是一个度化终生的一个方法而已 哎 但是我们普通人有没有希望呢 那完全是有希望的 自己好好学习啊 然后呢 你一方面呢 好好地工作 生活 同时 也就好好修行 这完全是可以的 证悟是没问题的 尤其是比如说 像我们今天 讲的这样子的 无我的这个观点 你们不觉得这个很简单吗 特别简单呢 这也是一种开悟哦 这个就是刚才一个师兄提到 这个节舞 禅宗里面叫 历节的开悟 哎 节舞 这个特别简单 你们说不定两天三天啊 四十年都不需要 就可能 一个星期想一想就想明白了 感恩看不 因为我确实听不太明白 所以我就 就在想 我可能就是文思修都 还不是 很够 所以我在想 就是 是不是就是文思修有一个 最基本的 每天的站位一种功课 会比较好 有有有 这个文思是真的是 相当相当的重要 现在我们有一个 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大家都说 比如说 我们寺庙里面有很多人 也就这么讲 比如说放下呀 就是不要去执着啊 经常都是这样来圈别人啊 但是这个没办法放下的 如果能放下的 早就已经放了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放不下 就这样子了 所以就没办法放下 也没办法不执着了 那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要学习 就是要文思 要听 听完了以后呢 就是要多多地去思考 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去 这样子去稍微投入一点 这样子的话呢 一定会 这个因为这佛经里面 讲的那些都是 他自己讲得非常清楚 一点都不模糊 所以一定会 找到一个方向 然后呢 就是到时候去 自己去修 就慢慢慢慢 一天比一天 或者是一个月 比一个月有进步 好 感恩科布 我请教您两个小问题 好 第一个是 打坐和冥想的区别是什么 打坐跟冥想的区别 其实是冥想 就是我们 这是一个名词上的区别 实际上打坐就是冥想 那冥想呢 我们佛教里面不太用 然后这个瑜伽呀 这些里面呢 就用得稍微多一点 那么实际上 这个佛教的打坐也是 也是一种冥想 但是呢 跟这个瑜伽的冥想 和内容上是不一样 但方法上有一点点 有点点想 这些都叫做 佛教里面叫观相 观相 打坐 对 第二个小问题是 现在有一种网络语言叫 佛系青年 对 就意思是 大概是躺平了 不精进 不努力的人生 然后我认为这是对佛法的误解 您觉得呢 可能这是很浅显的问题 之前有点想听您的 对 是如果是觉得 比如说躺平了 然后呢 放弃了 或者是就无所谓了 那如果这个呢 他就觉得佛教也是这样子的话 佛教的思想也是这样子的话 那肯定是无解了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这样 因为比如说佛经里面呢 就是有些时候呢 比如说他证悟了以后 或者是顺其自然 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 那这样以后呢 就有些时候呢 佛教他也不太强求了 因为就因缘就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这样子了 不太强求啊 那么他的这种 躺平的这个佛系 他们说说的 网络上这样的 有一点点相识 有点相识 所以 因为有一点点相 所以他这么用的话 这么用的话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是 就是躺平就是佛 佛法也就是躺平 那当然是有问题了 不是这样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讲很多这方面的 然后解脱以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也讲了很多 然后其他的西方的宗教 这些可能就是天堂 就往生天堂 然后这个应该算是解脱 这是他们自己的解脱 然后这些都是 不管是印度佛教 还有其他的宗教 他们的解脱 或者是天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要看 比如说印度宗教的话 它有很多很多自己的神造物诸 然后西方宗教也有这样的造物诸 以这个造物诸为诸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去解脱 或者是往生天堂 那佛教里面都不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不单是 不单是跟鬼神造物诸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念佛这个时候都没有关系 后面会讲 佛在这个当中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最多就是给我们制一条路 就是就往这个方向去奋斗 佛就是制一条这样子的路 然后呢 这个方向自己清楚了以后呢 生下的所有都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 这个时候呢 也没有造物诸 也没有其他的帮助 全部都要靠自己 那靠自己这个 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那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 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 解决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 然后其他的问题 全部就是 就是解决了 后面的这些一切都是 就自然而然 就解决了 所以呢 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这个自然也就是靠自己了 就是别人是没有办法的 佛呀 菩萨呀 他们呢 嘴多也就是给我们 这个指导 一条路 或者叫我们一个方法 但是呢 他们也没有办法 进到我们的内心 世界当中去 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自己的内心 身处是什么样子啊 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然后呢 这个里面有什么问题 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然后这些问题 要解决的话 也就只有自己去解决 所以 这个是一个特别 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 所有的问题的梗原 真正的就是 让我们轮回 收哭 这样子的罪魁活手 是什么呢 就不是别的东西 就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个 就是五名 就这一个 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 五名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或者是我执 换句话说 这个我执也是一个意思 就是我执 这个执着解决了以后 然后呢 后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执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呢 我们这个里面也看得出来了 它也不是我们要去 这个烧香拜佛 还有就是念很多很多的周 念很多的经 还有就是做很多的善事 这些都当然是非常好的 有没有帮助 都有帮助 但是呢 它是不是一个直接的方法呢 不是直接的方法 那它的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直接把这个无名 或者是我执 大婆的这样子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要有这个智慧 有智慧 然后有智慧 有无我的智慧 就是深深地体会到 这个没有这样子的我 没有这样子的我 这样子的我是不存在的 前面讲了这个 内外我所 我我所灭 静灭 然后呢 这个灭了以后呢 然后后面的全部都自然就灭了 这就像孤牌小鹰一样 就是前面一个灭了以后呢 那后面全部就自然就 自然就形成了 这样子 这明直为解脱 那这个就是佛教将的 这个解脱的原理 是这样子 为什么佛教大作就可以解脱呢 为什么修心能够解脱 原理就是这样子 明直为解脱 好 这一项呢 我们就已经讲完了 然后下面讲 那这个我们 不论解脱 或者是在轮回当中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驱动力 前面也讲了 是无明 还有就是其他的烦恼 那这个烦恼和无明 是怎么来的呢 它本身是不是一个真实的 真实的东西呢 还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后面就讲 烦恼其实也是不真实 不是真实的 也 烦恼 肥 食 就是说 业 善业和这个罪业 各种各样的业 然后烦恼我们人的 各种各样的情绪 烦恼 坦诚 痴 痴 痴 等等 那么这些呢 它本身也不是真实的 它也不是真实 那它都不是真实 那它怎么能让我们轮回呢 它不是真实的话 它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作用呢 那这也就是一个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自己 比如说当我们的心里 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情绪 比如说欲望啊 焚怒啊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呢 我们很挡真 就是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是不真实的 是空心或者是虚拟的 我们就是一直都 我们心里的任何一个念头 我们把它挡真 那么我们把它当真 它对我们来说 就是真实的 就是真实的 它虽然不是实际上真实 但是实际上真不真实 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把它当作是真实的 那么它在我们的 这个 在我们这儿 它就变成了这个真实的 但实际上呢 它也不是真实 也 烦恼 废识 这个也不是真实的 那 夜和烦恼 它怎么样 能够 这个 怎么样能够 这个 断掉呢 辱空 喜轮灭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子 这个西论 首先我们把这两个字的意思 要搞明白 西论 这两个字 西论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从世俗的理解 这个有点不一样 西论的意思是说 反思我们的这个心里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 各种各样的想法 全部都叫做西论 在佛教里面就叫做西论 然后还有我们的语言的表达 语言的表达 各种各样的 反思就是不跟这个 不跟空心有关的 也就是说 反思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所想的任何一个事情 闪的不闪的 闪的恶的 这一类的这些念头 这些念头 一切都叫做西论 这是一个佛教里面的一个 一个专用的这样子的书语 叫做西论 然后呢 语言表达的这些东西呢 也就叫做西论 那么 西论它要讲什么 它是想说 这个烦恼 不是真实的 那烦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烦恼是怎么来的呢 烦恼就是从西论当中产生的 西论当中产生 那西论又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西论就是念头 各种各样的念头 各种各样的念头 各种各样的观念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价值观 人生观等等很多很多 人有特别特别多的 有用的 没有用的 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的 特别特别多的观念 或者想法 那么这些都叫做西论 那烦恼就是在这些观念当中产生的 这些观念当中产生的 那么烦恼 如果我们要断掉这个烦恼的话 那怎么样把烦恼这个断掉呢 那得要看烦恼从哪里来 烦恼就是从西论 比如说我们觉得 我们对某一个某一个东西 我们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好 这也叫西论 我们觉得这个不好 对我不利 这也叫西论 然后我们这个好 对我有利 这也叫西论 那么在这个当中就产生了愚望 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恼 然后恐惧 烦恼 这些都出来了 那么它的来源是喜轮 那么这个烦恼怎么去端出呢 那就是乳孔喜轮灭 如果喜轮灭了以后 那自然这个烦恼就灭了呀 比如说我们烧柴 烧火的时候 就是燃烧的这个燃料 就是像木柴去掉了以后 那么就是火 自然也就洗了 火自然也就洗了 那么烦恼 这个当中的燃烧的火 是什么 叶和烦恼 它的这个燃料 它的木柴是什么 就是西论 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念头 这些念头当中呢 有些念头是非常的邪恶的 非常不好的 这些念头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烦恼 那么这个烦恼要断出的话 首先得把这个西轮消灭了 那西轮消灭了以后呢 烦恼自然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佛教的一个方法观念 它就是始终就是 就是我们比如说要解决一个问题的话呢 首先它看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的 它就是要在这个梗上面去照这个问题 它首先不会直接去 不会直接去这个断大击 不会直接去大击这个烦恼 就看它从哪里来的 它的姻缘在哪里 然后呢 它姻缘它看到了以后呢 它把这个姻缘断掉了以后 这烦恼它自然就没有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燃烧的火的时候 我们想把它熄灭的话呢 先看它的 它是怎么燃的 怎么燃 它是什么原因燃烧 我就看到了 这个就是有燃料 因为这个地方有木柴 所以它燃起来 那把木柴去掉了以后呢 它没办法燃烧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西轮 那西轮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灭掉呢 然后就是争悟空心 如空喜轮灭 我们争悟了空心的时候呢 然后这些所有的念头啊 都是不存在的 这些念头都不存在 念头不存在 我们怎么理解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比如说 念头 它已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 但是这些念头呢 就像这个它争生一个念头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念头还没有消失 就在它 就在正在我们的心里 它存在的时候呢 它就想个什么呢 它就想一个如幻如梦 念头也是这样子 这个如幻如梦呢 有些时候我们用到外面的世界 无知世界上面 有些时候呢 同样也可以用到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当中 那内心的世界当中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虽然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就是就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把它当真 然后呢 在我们的心里 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念头 真实的这个想法 所以就这个后面呢 也有很多的情绪 也就不断的会出现 但是真悟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真悟了以后呢 这念头还在 还有很多很多的念头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个念头呢 它就是一点都没有 它就是没有这个力量 它没有力量的原因 就是它就是已经在我心里面呢 已经是一个如幻如梦的存在 如幻如梦的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念头啊 它就失去了它的能力 这个时候念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它想出现什么念头 就出现什么 无所谓 这样子 这是一个 这也叫做这个如空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如空的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就进入了 进入了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呢 那念头根本就没有念头了 就一个念头啊 它都不出来 本质上就已经不产生念头了 已经是就已经是进入了这个空性的状态 哎 然后呢 这当中根本就没有念头呢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如空 喜伦灭 哎 这个都要靠我们的这个修心的功夫啊 这就是这个文字上面我们学一学 这个是做不到的 文字上面呢 做就学好了以后呢 就必须要去打左 就是锻炼自己 要好好地训练 那训练了以后呢 以后就会做得到的 禅宗里面有一句话 明月荡头着苦乐辱禅宗 就这意思 痛苦呀 快乐呀 那么这些全部都是在这个融入到 融入到这个这个禅丁当中 融入到禅丁当中 有一个比喻 比如说空中啊 这个下雪 雪花这个飘下来的时候呢 雪花飘飘的时候 这个比如说这些雪花 落到这个湖里面 水里面啊 然后呢 水里面这雪花 融到水里面的时候呢 雪花啊 一下子就变成了水 那天空下来的时候是雪 雪花 但是呢 就落到这个水里面 哎 那么就是它变成了这个 什么呢 变成了水啊 那个时候没有雪花 就变成了水 融到这个湖的湖水 跟这个雪花融在一起了 同样的这个就是一个人 比如说他 他安住在这个空心当中啊 正处于空心的状态 空心的境界的时候呢 冒出了一个念头啊 但是一下子他就 他自己主动的 自然的就在这个空心状态 空心的状态当中呢 空心的境界当中呢 他自己就融化了 他自己融化了 就给你不会留下任何的影响 如果念头出来了 那也就是这样子生子灭 念头出来了 但还是在这个空心境界当中 他自己融化了 这个时候呢 念头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控制 他如果念头产生也没问题 他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 他也不会造业 那么就是这样子 这叫做乳空 乳空 乳空洗轮灭 然后这些念头啊 都灭了以后呢 那后面是什么样子呢 夜活从分别 彼等从习论 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这个夜 活 活是什么 活就是烦恼 前面讲的这个 前面说夜烦恼 这里讲夜活 实际上就有个意思 活就是烦恼 贪嗔痴蛮蚁 等等 这些烦恼 叫做活 那么这些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分别 分别是分别年 就是分别年 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念头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观念 观念 那么夜和烦恼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分别年 年头 各种各样年头 然后呢 分别年从哪里来呢 彼等从习论 分别年就是从习论 习论就是我们的心理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想法 这些个别的念头 因为这个念头呢 一个产生了以后呢 它又引发了各种各样的 后面的后续的念头 它不间断地会出来 所以呢 这个一旦有了这个细轮 细轮就是空性的 相反的 一旦有了细轮 然后就是有了这个 各种各样的念头 而念头有了以后呢 念头当中呢 就产生了这个烦恼 烦恼当中产生了这个 也 然后最后就造也 又轮回了 那怎么办呢 就说 细轮引空灭 前面简单说了一下 这个地方又再重新 把这个相细的说了一遍 细轮怎么办呢 细轮是我们刚才讲的 各种各样的念头 也是细轮 那么这个细轮 实际上念头跟这个细轮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细轮是什么呢 细轮就是一个跟空心 相反的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执着 各种各样的执着 这个里面有善 有恶 什么样的都有 念头呢 它本身就是 这各种各样的情绪 观念是这个细轮 那细轮是不是也是念头呢 实际上本质上 这两个也是一个东西 那么这细轮引以空灭 然后呢 中了空心的时候呢 这些细轮都会 都会 都会消失的 那么细轮消失了以后呢 我们往后 往这个刀回去看 细轮灭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这个 分别年 就停止了 分别年没有了以后呢 那就烦恼 活 就烦恼 没有了 烦恼没有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也 没有了 然后呢 也灭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轮回 就开始 就停止了 那么这个也就是往会这样子 倒推看的话呢 这叫做 圆灭 圆灭 怨气和圆灭 就是这样子 所以最后我们需要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 最后要需要的就不就是空心吗 正午空心 最后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就是正午空心 正午空心 所以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 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 他的所有的努力和所有的付出 就应该是为了这个目标 为了正午空心 为了正午空心 那么正午空心以后呢 把烦恼全部 就可以端掉了 可以解脱了 解脱了以后呢 解脱了以后就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 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 所以就是最终 当然最终的目的呢 达成佛教的目的是 不管从什么地方讲 都是为了一切终生 都是利他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 自身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这个利他有些时候也做不好 很多时候也做不好的 利他 实际上我们东西是利他 但是呢 实际真正的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然后 这利他当中呢 又太多太多的 利己 所以呢 没有一个纯正的这个利他 如果是要做到一个纯正的利他 那就首先把这个我自我 把它消灭 他不消灭的话呢 然后他在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 他就不会让 不允许让我们去做一件 非常纯正的这个利他的事业 他一定会就是在各个地方 他都会这个阻碍 所以就是首先把它打掉 这个意思 那西伦是隐隐隐空灭 那这一项呢 就是讲了什么 这一项就讲了一个这个 简单的说 总结一下 这一项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解脱的原理 为什么真无空心就要解脱呢 解脱是怎么怎么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就是解脱的原理 从比较深入的去了解解脱 解脱的原理 所以我们所有的比如说学习 思考 修行大作 全部就是为了真无空心 但是比如说 比如说像藏传佛教里面呢 有思家心啊 无家心等等啊 汉传佛教里面呢 也有比如说禅会啊 礼佛啊 这些都是有的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 他本身是不解决最后的问题 最后的问题是用正无空心的智慧来解决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都是不解决最后的问题 但是他们有什么帮助呢 他们就是促进我们尽快的能够正无空心 正无空心 对正无空心啊 有很大的帮助的 比如禅会啊 拜佛离佛啊 然后就是这个积累各种各样的福宝啊 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正无空心是非常有帮助啊 有帮助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还正无空心之前呢 修空心之前呢 像藏传佛教的话 就让我们给我们安排很多很多 像四家性五家性这类的这个方法 激烈福报 实际上这个就是 这个藏传 汉传实际上他们的意思都是一个意思 最终呢 大家的目标也就是 也就是最后 也就是要正无一个空心 大家就是奔着这个努力 所以就是说 所以就是说 细轮引空灭 好 这一张就讲完了它的原理 那么下面呢 就是又开始 有人来这个批判 他说 这不对 为什么呢 这佛也说 佛也说 有些时候 佛也说 我怎么怎么怎么样 佛陀也说啊 那这佛陀说 我是什么什么 那这个不就是说 佛陀就是就不就肯定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吗 那如果没有我 那为什么佛陀说 我怎么怎么样 我过去是什么 我未来是什么 这佛陀为什么就经常就说 这个我这个字呢 那这不就是 就不就是佛也就肯定这个自我的存在吗 那就后面就说 这个解释 不是这样子 佛陀就说各种各样的说 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都有 但是你不要以为 佛说我过去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曾经怎么怎么样 那个时候 你佛陀说这么一句话 你以为这佛陀就有我之吗 不是这样子 他后面就解释 主佛 我说我 就是佛 有些时候呢 他也会说我 我曾经 就是多少多少多少年 之前我学这个六波罗蜜多的时候 会是什么怎么样 或者是过去我曾经 就是供养了多少多少的佛 等等佛经常就这么讲 所以呢 所以呢 佛 我说我 佛陀也 我说我 然后呢 有些时候呢 佛 说我 然后呢 我说 于无我 然后佛陀很多时候呢 也就讲 无我 佛陀也说 这个是无我 无我的空心 佛陀也讲 主法 是相众 那真正最后是什么呢 那佛陀有些时候有说有我 有些时候又说没有我 还有一个呢 佛陀不仅仅是自己说 我曾经怎么怎么样 有些时候确实是说 佛陀说我 自我是存在的 自我是有的 有这个我 佛陀有些时候也就这么讲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 佛陀的这个 停发的人群当中啊 有一部分人 是根本就不能理解这个 无我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佛陀就是为了 慢慢逐步逐步的 引导这些人 然后佛陀也就说 有我 有些时候呢 佛陀讲法的时候啊 因为当时的这个印度啊 两千多年 接近三千年的时候 印度这个时候的宗教 是特别特别的多啊 比现在还多 印度宗教 各种各样的宗教 然后呢 很多很多的这个 小宗的这个宗教啊 这个分 这个各种各样的排系 都非常的多 那这些游戏呢 离佛陀远一点 游戏呢 离佛陀近一点 有些时候呢 这些外道 他也来这个 来听法 听听法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佛陀 就直接说 这个没有我 无我 这样子的话呢 对他们的打击也很大的 打击很大 所以呢 佛陀也就是为了 不打击他们啊 有些时候呢 就是说话 稍微客气一点 就是说 就是 也就含糊的表达 就是 就是说 有些时候 有时候 有我 有些时候 有时候 没有我 那佛陀的这个 这个方法呢 是很多的 但真正 那到底是有我 还是没有我呢 那就说 主法事相重 这个事相 就是最重 到底有我 和没有我呢 那本质上将 有我和无我 两个都不存在 就是说 无我 无非我 这就是真相 这叫做真相 那我们刚才 一直都说是 无我呀 空心啊 那现在有时候 也不是 也不是有我 也不是无我的 这什么情况啊 那这是 这就是真实 最后佛陀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不是无我呢 实际上 有我和无我 这两个 这两个 是相互对应的 也就是说 惯逮的 就是因为有我 我执 有这样子的 我的执着 然后呢 为了 为了 为了大忌 或者为了断出 这样子的 这个执着 然后佛陀 就是推出了一个 无我这样子的说法 那无我是真实吗 真实存在的吗 那这两个当中啊 就是对比的话 有我是不对 错的 无我是对的 可以这么讲 但是 是主法 使 详 那最后 真正的意义上将 其实这两个 都是不存在的 那两个都不存在 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那这个就 后面也讲了 那这个我们的 主法的这个 真相 如果我们要 真的要表达的话 语言 特别不容易表达 语言 特别不容易表达 我们的语言是 越是靠近 越是靠近 真相的时候 我们的语言是 越苍白 越苍白 他根本说不出来 什么东西 越靠近这个 真理的时候 越靠近真理的时候 我们的语言 就越没有能力 越苍白 离这个真相 越圆的时候 然后他的 表达能力就越强 为什么呢 他就在世俗当中 他可以 他可以表达 但是呢 他要靠近 这个真相的时候 就法节 光明这样子的 真相的时候呢 然后他就 他没有这方面的 什么词汇 我们也想 首先第一个是 我们的心里面 想不出来 这个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以后呢 也说也说不出来 所以 所以最后就是说 真正的 诸法的实相当中呢 有我不存在 不是错的 不但是有我 无我 你觉得我也是错的 那有我和无我 那无我是有什么用呢 那就是暂时啊 就是当我们有我直的时候呢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 有我直的时候呢 这个有无我来 把这个我直推掉 把它灭掉 这可以 但是呢 他是不是最最最最终的真理呢 也不是最终的真理 他也不是 不是终极的真理 那终极的真理是什么 主法 实相这 这个实相就是终极的 真实的 这个 真实的状态 这个当中呢 有没有我呢 没有我 这个 也没有 也没有无我 所以 金刚经呢 我们很多 很多的佛经里面 经常就这样子 那 那这个 如果 如果 如果不是有我 就是无我 这两个 有 有和物 是两个 是矛盾的 矛盾的 对立的 然后任何一个 对立的 完全对立的 这个 这个十五的中间 就不会有第三者 如果中间有 这个灰色 第三者的空间 这样子的话 这两个 不可能是 对立的 这是一个逻辑的 这个这个 这个基本的逻辑 有和无 两个是 完全是矛盾 堆里的东西 那么 凡是堆里的东西 中间不会有第三 这个是我们的 世俗的人的 一个思维的方式 那么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 那 如果是不是有我 那肯定是非 这个无我呀 那如果不是我 那当然是有我呀 那这两个是 就不会有第三 第三 但是啊 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我们世俗的 一个逻辑 在世俗生活 在这个世俗的层面上 这个逻辑 也有没有用 游泳 它是正确的 就是这样子 不是有我 就是不是我 不是有我 就是我 那这个是对的 但是在这个 主法的真相 主法的真相 这个法节 或者是最终的这个 这个状态当中呢 实际上我们的 这些逻辑的思维 它都根本就不存在 它最低层的这个逻辑 最基本的这些逻辑 这些都不存在 所以你也不能说 不是 那有我就 那不是有我 那就一定是无我的 这种思维的方式呢 在这个地方 是不关用的 不关用的 我们自己的世俗的层面 这是关用 这是对的 但这里是不对的 所以呢 不要以为 就是要不就是有我 那不是有我 那就是无我 那无我一定是真理 不能这么想 这个有和无 这个我们讲缘起的时候 不就讲过吗 那有和无 是这个相互 这两个是相互关带 所以呢 就是有无的时候呢 有这个 有就是靠无产生 无也就是依靠这个有产生 那么最后的这个发解当中呢 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些语言 标达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那这两个一样的不存在 一样不存在 这就是我们像这个禅宗 还有大圆满大手印 他们讲的最终最终的这个景点 那是不是空心 是不是也就不存在了 那当然这个我们从世俗的语言表达的时候 可以说是空心 但是实际上诸法的真相当中呢 空和不空这种说法都不存在 那这样子是不是意思就是空也不存在 可以这么说 空也不存在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就糊涂了 那这个我们一直都觉得有 真无空心很有用 说了说了说了半天 最后又这个空心有不存在 那到底是什么呢 那下面就讲了 到底是什么 就说心形眼于端 这就是说没有办法语言 没办法 这个里面没有语言可以描述的 这个境界是没有一个语言能够描述 在这个当中语言断 就是说没有语言了 没有能够表达的语言了 心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内心的活动 这后面的行动的心 就是说活动 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呢 他在这个里面 他没有他的活动的空间 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个 没有办法思考 那我们的心不能思考 不能感觉 这样子以后呢 语言自然也就没办法表达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我们越靠近真相的时候呢 我们的语言就是 当我们比较感觉到 这个语言是实在是 就是说什么都不行 就有点苍白无理的时候 感觉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就说明我们要表达的东西 是比较靠真相 当然不是世俗的真相 这个最后的空心的真相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们的以实 他没有他的什么心动的空间 没有什么心动的空间 他不可能思考 他也想不出来 他感受不到这个真相 然后呢 语言也就是已经 已经没有语言了 语言断就是没有语言 物生已无灭 那他本身呢 就是不生不灭 那这不就无语言吗 不就是无生无灭了吗 那这就是说 就是我们就是世俗的层面上 生和灭是我们世俗 大家都知道的 他就否定了这两个 就不是不是生不是灭 那不是生不是灭 那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 他就说不出来了 到底是什么 是这个就没办法说出 所以呢 我们禅宗里面经常也讲 不可舍 不可言 所以这个里面呢 断语言 语言断 这个叫做不可言 然后呢 心形 语言断 这后面的断 这个字呢 两个方面都需要用 心心断 语言断 心心断 就是不可思 语言断 断 就是不可言 但是可以这么说 无声污蔑 他是不是无声污蔑 这一点没问题 可以说是无声污蔑 但是无声污蔑的 他无声污蔑的 境界真实的情况 就我们没有办法表达 这个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的语言呢 他本身他的功能啊 就是我们在世俗的 这个层面上 就方便大家的沟通 就人类 就是发明了这个语言 文字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那他本身就是用来 在生活当中这个沟通啊 那他超越这个世俗的层面啊 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让他去表达 他做不到的 所以呢 这样子就是 不声以不灭 法行如涅槃啊 法行就是这个最后的 有些时候叫做法心 有些时候叫空心 有些时候叫做发结啊 都可以叫 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前面讲的主 主法 始祥 始祥 始祥也就是这个发心 也就是说 简单说啊 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这个 心啊 我们的心 那其他的这个 外面的这些 这个世界 就不用去解释他了 这就是我们的心的投影啊 不用解释 然后就是我们的心的心的这个这个标面的层面啊 这个外表啊 那么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思维啊 我们平时用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引用的这个心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层面 表面的这个表面的这个这个层次啊 这个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思维 然后再往深处走的时候呢 啊 然后就就就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再往深处走的时候就走到阿赖耶什这个层面了 然后到了阿赖耶什的层面的时候呢 确实也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可以可以表达阿赖耶什的真实的状态 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也很很不好不好讲啊 然后再往深里面再往深处走的话 那就阿赖耶什也就突破了 突破了以后呢 就是接触到什么 就接触到了这个佛心啊 佛心 那就进入了佛心的状态 那佛心的状态呢 就是这个发心啊 佛心就是这个发心 发心 入涅槃 入涅槃怎么个入法呢 涅槃最后就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这个也是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就像涅槃一样 这个发心也是语言不好表达 这个意思 是不是你最后自己就说不出来 就是说一个这样子的啊 就是语言不能表达 当然不是 这确实是语言不能表达的一个东西还在 然后这种这个说法啊 这个外道里面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外道怎么说啊 就是古营都的这个宗教里面呢 它有一个排系 就他们就认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 但是这个自我是什么样子呢 它是没有办法语言形容 它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它就是不可思议的 那这跟佛教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虽然说是不可思议 但是呢 它一致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自我是存在的 那不就是 这不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存在 那不就是我们的这个油和物当中的油吗 它还是没有超越这个油这个范围 它虽然说是不可思议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存在的油和物的油 那佛法教的这个是已经原理思辨 它不已经超越了油这些东西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里面呢 也没有一个语言可以表达的东西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真实的东西 所以这个约往身处走的话呢 那就没有办法 这个传宗说得非常好 我们必须要 如果要知道这些 那必须要自己去体会 如人饮水 能乱自治 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表达的 必须要自己去悟 悟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个是虽然这个语言 我们开悟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找到一个非常 准确的语言去描述 但是自己知道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境界 进入了一个这样子的境界 但是这个境界我们怎么去表达呢 不好说啊 如果你说油啊 污啊 这类的东西呢 都不是很 都不是很准确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类语言的局限性 没办法直接表达 但是呢 污就完全是可以污的 法行如涅槃 像涅槃一样 这个是没办法形容的 是这样子 然后呢 说那佛说的时候啊 那佛表达这样子的 这个这么这么深厚的时候呢 佛是怎么讲的呢 然后后面就是像 佛是有有次第 有计划的就是把这个一步一步的往最后的方面引导 这就是说佛在第一 佛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啊 就是为了这个下等根基 为了这个下等根基的终生说 一切是非是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前面的三个字 就是一切是 这个时候就说佛说万事万物啊 都是真实的 真实存在的 所以善有三宝 恶有恶宝啊 这个是真实的 然后人的生命 人有千诗 后诗 今诗啊 今生 那么这些都是真实的 因果不虚 就是因果是真实存在的 佛在第一转法轮的时候 就这么讲 一切是 有意思就是说 那个时候佛还没有讲空心说 全部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实 那这个时候呢 佛就在这个世俗的层面 就在从世俗的层面去解释 这个时候呢 就像这个 像这个小城佛教 或者是这个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 佛讲的大部分的内容啊 都是因果呀 前后诗啊 就是这些方面的 还有就是六道轮回的这个痛苦呀 人生的无常啊 这些都是从哪 从哪个角度讲呢 都是从真实的角度 佛所这些都是真实的 然后佛就是说 一切都真实 那这个是为了下等根基 这个这个无心不是太高的 人啊 为了他们讲的 一切实 然后同时呢 也讲 匪实 同时讲有一部分呢 不是真实 哪个不是真实呢 比如说小城佛教的这个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啊 也有讲比如说 讲无我 讲无我 讲人无我 所以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讲所有的空心 但是就讲了一部分的空心 一小部分的空心 这个就叫做人无我 所以呢 佛就是说 先说一切实 再说废实 也有一点点是不是真实的 就是 但是呢 这个里面呢 他没有讲完所有的空心 而且空心就这么讲了一点点 这个叫做废实 不是真实的 然后大部分呢 都是讲的是真实 所以呢 就是说一切实 然后呢 小部分的就是不真实 也就是说 自我是不真实的 我是不存在 我们前面讲的啊 我和我所有啊 这两个是不存在的 其他的 比如说大部分的善恶因果 都是存在 佛就是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讲 以切是非是 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就是为了这个中等根基 就是无心稍微搞一点的这个中生 就是为他们讲 那怎么讲呢 以食 以肥是 那以食 以肥是 那意思是什么呢 像中管 中管 在世俗地 这个时候呢 就把耳底分开了 耳底分开了以后呢 在世俗地当中呢 以食 世俗地当中都是真实的 世俗地当中有这个英国轮回善恶英国 然后呢 前后诗 这都是真实的 虽然是如患如梦 但是呢 在如患如梦的角度讲 它是 这个如患如梦是真实的 以食 然后呢 以肥是 以肥是 圣一地 圣一地 从圣一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都是 都是空心的 但是这两个呢 叫做 咸空双云 这两个不矛盾的 咸空双云 或者是 二地双云 世俗地和生一地 双云就是结合 咸 咸是什么 咸是咸相 咸相就是我们的世俗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 食物叫做咸相 咸 空是什么 空就是 生一地的空心 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不矛盾就是一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 结合 那这叫做双云 所以呢 我们讲的时候呢 把这两个分开讲 世俗地当中呢 万事万物都是存在的 生一地当中呢 万事万物 都是不存在 都是空心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两个就是 存在的这个 就叫做缘起 不存在的这部分呢 就叫做空心 实际上这个缘起 心控啊 是一个隐笔的两棉 这个不矛盾 就这么讲 那这就是 以食以肥事 就这意思了 这是佛对中等的这个根基 东等根基的人讲的 然后最后的佛说什么呢 肥食肥肥事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 就让我们特别透透的这个 前面的我们还可以理解 肥事就是说 那又不是真实的 那不是真实的话 那应该是不真实的吧 不不真实 也不是 也不是不真实 那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 他就说 我也没办法给你讲 信心与 眼于端 他就把这句话说出来 以后就没办法了 那就是最后 就是只有自己去悟 佛他也没办法表达 第一个就是 他没办法表达 然后呢 第二个 如果假如他有办法表达 他也不会给我们讲 为什么呢 这个语言上面 全部说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也就有可能 就永远都停留在这个上面 不去自己 不去找这个答案 这个也不好的 以前有 禅宗有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案例 有一次就是 这个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禅室 那么他的这个学习方面 就文思方面呢 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个佛经的这个理解 理论的水平是相当相当的高 但是呢 他没有证悟 那个时候还没有证悟 然后呢 有一天呢 来了一个老禅室 老禅室 老禅室来了瓜丹 就是住在他们的寺庙 那他们的寺庙的所有的人 都说他们寺庙的这个人 特别特别厉害 那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老禅室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年轻的禅室 叫过来 就问他一句话 问他一句话 就真的就问到了 他就没办法回答了 不知道怎么去回答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以后呢 他回去把他自己书房里面的 全部的书翻完了 翻完了以后 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然后他没办法了 他把所有的佛经都烧掉 烧掉了以后 就这个离开这个寺庙 走了 走了以后呢 他就自己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 自己种地 禅宗本就是这样子 自己种地 然后呢 每天都大作 这样子三年过去了 三年过去了 那三年过去了 以后呢 有一天 他就在这个种地 就是在地里面挖这个秃 挖兔的时候呢 他就挖出来了一个 那个那个挖片 挖片 那地里面的挖呀 石头啊 都是要尖 那这样以后呢 他把这个挖片拉上来 往后面一扔 一扔的时候呢 这个挖片就是 就是正好就大到 后面有个珠子 有一根珠子 大到珠子上面 啪一声 这个时候呢 他就恍然大悟了 就开悟了 真的就开悟了 大家想想这为什么呀 这个开悟跟这个 这个声音有什么关系啊 看起来就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可以说啊 然后呢 他在这个当中 就是真的就悟到了 就当下就悟到了 悟到了以后呢 他就立即就去 就立即就向这个禅师 这个老禅师在的这个方向 居住的这个方向 磕三个头 马上回去 这个换衣服洗澡 然后马上就上路了 就去找这个禅师去 然后就到了那个 那个找到了 找到了原来那个老禅师 老禅师就是说 这个人就是因为理论水平很高 还得要小心一点 他讲的到底有没有开悟 要要要要 要好好的要考验考验 那这样以后呢 他就是让他讲 他听了 听了以后 真的开悟了这个人 开悟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年轻的这个禅师 他就非常的感恩 他就说 三年前 你没有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你就是让我自己去找这个答案 非常感谢 如果三年前 你把这个给我提一个问题 然后呢 问题的答案 也就你给我这个答案的话 那我永远也就无不了了 我就是在永远都停留在这个文字的这个文答上面 听就无不了 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 你听我一个问题 然后你又不答 不回答 你又不教我怎么回答 然后就让我自己去找 我今天找到了 如果三年前你给我帮我回答 那这个回答不属于我的 是你的 今天我找到的这个答案 就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是自己悟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刚才说 因为他的这三年当中 他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勇工去修心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都很快就要开悟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把这个挖片往后一刃的时候呢 就就大到这个主子上面 就啪一刃的时候呢 他就通 这个声音就让他的这个念头啊 全部一下这一瞬间 就是停下了 停下来了 停下来的时候 他一看 然后就是新的本性 就在这个瞬间 因为这个瞬间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突然间就听到一个 很大的声音呢 或者一个突发心的事情 在瞬间这么一个 短短的时间当中呢 我们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空白的时候 就是脑子空白了 那空白的时候呢 我们普通人就空白了以后呢 立即就会回复了 那么这个修心人 在这个空白的时候 然后他去关注自己的心 然后就一下子 就看到了这个心的本心 他的理由就是这样子 那么在这个当中 就说明了 我们自己呢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天天 听别人讲 听别人讲 那么理论上呢 就很多很多事情 就搞明白了 但是呢 没有用 这个理论的东西呢 永远都不属于自己的 搞不好的话 那有可能就几天以后 就全部忘掉了 忘得一干而尽 这个都有可能 那么悟了以后 就不一样了 这个悟 那就是永远都是属于自己的 所以呢 这个 不生不灭的 这个是最后呢 一定要自己去悟 这才是最重要了 那最后要悟的呢 就是我们 就是 就在这儿讲的 这个其实 实际上也是 语言是没办法表达 如果有办法表达 也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是大概的 我们就是 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事情 用语言讲完了 讲完了以后呢 就是我们就是学到了一些知识 但是无了吗 没有无 所以也就是没有用 最终呢 自己去修 所以就是说 非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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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不是 那两个都不是 那怎么办呢 那到底是什么呢 那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 就是有这个 信心短 语言短 也就是说 不可死 不可言 这有自己去悟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 韩传佛教的禅宗 非常非常厉害的 然后呢 藏传佛教的大寿影 大圆满 这三个都是 在这个方面呢 连包括他们的 证悟的方法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刚才这个禅师啊 就把挖片 打到柱子上面 开悟的 这样的这种 开悟的方式啊 开悟的方式 然后呢 这个藏传佛教的 大圆满和大寿影 到处都是这样子的故事 到处都是这样子的故事 这是真实的 无论是藏传 汉传 这些这个大德们 他们的开悟的方法 都是这样子 走的路不一样 最后就是 最后的目的地 都是大道的目的地 都是一样的 所以是特别有意义 特别的有意义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因为这个禅宗跟大圆满 和这个大寿影 因为他们太高了 太高了 我们狗不照 这个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们 绝对要把基础做好 基础的这些 比如说 像四家心 无家心 或者是汉传佛教当中 也就比如说 像这个白佛 离佛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 积累资量 还有就是这个禅灰 就把这些做好 这些做好了以后 我们就逐步逐步地靠近 靠近这个真相 然后差不多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莫名其妙的事情 让我们开悟了 不一定是这个江发川法 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让我们就开悟了 这个都有可能的 所以特别有意义 这个非时 非非事 最后就是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可以有机会 就是 就是 就达到这样子的境界 如果我们能够达到 这种境界的话 那么任何一个 我们世俗的这些 我们认为是特别 严重的这些问题 那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根本就不是问题 比如说焦虑 抑郁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啊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事情都不是问题 甚至是这个圣老宾思 也不是一个问题了 圣老宾思也不是一个问题 然后从此以后呢 人就真正的就得到了 绝对的自由 绝对的自由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如果我们世俗的这些 任何一个自由 我们都有了 全部有了 但是还是没有自由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烦恼 谈成词啊 他就不让我们自由 所以就是活得不自由 活得很辛苦的 都是没有意义了 如果有一天 如果达到这个境界的话 那就是绝对的自由了 从此以后呢 圣思啊 圣思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了 圣老宾思都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说 佛经里面有将 如果我们有一天 达到这个境界的话呢 那么我们比如说 这一世到下一世的 这个死亡和偷生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像我们从一个公园 然后又走到另外一个公园 从一个花园 走到另外一个花园去玩 就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这样 这是佛经里面的一个原话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对他们来讲 没有任何的痛苦了 所有的痛苦因为都是 都是因为我们的我之产生 那我之早就已经破掉了 那破了以后呢 然后没有我 那这个时候没有我呢 那不是很无聊吗 他要干什么 他做什么呢 他那当然不是无聊啊 他有很多更多的事情要做了 更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让更多的人 编成他这样子的人 就是让更多的人 就达到这个境界 那么这个就是 还心终生 从这个无名的梦当中 还心 那么这个欢句话讲的话 这也叫做佛教的 这个堵终生 自利利他 都是这样子 这个是特别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那就是我们大家也得要争取 就是要达到这样子的境界 尤其是这个禅宗 我们就是如果是 找到特别好的这个禅师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们比如说国内 哪里有这个 非常有经验的禅师 肯定是有的 但是这些禅师呢 可能大部分都在善里面 可能是没有人知道 自己在修心 可能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 有没有呢 肯定是有的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这样子的禅师的话 跟着这样子的禅师 认认真正的修 那么就可以舞蹈 这个完全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大圆满大收音也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找到 大圆满大收音的 这个修心 非常有经验的 这个这样子的 这个上师 或者是成就制 那这样子 如果我们要 认认真正的去修 那也是可以 有希望 这一生当中 完全可以达到 这样子的境界 那如果达到 这种境界的话呢 那从此以后呢 我们的 生生世世的问题 当下就解决了 生生世世再也不需要考虑 我以后轮回怎么怎么样 会不会痛苦啊 等等 轮回痛苦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从此以后 就是这样子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 如果我们没有达到 这样子的境界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其他的 我们就激励一点点福报啊 这个呢 我们世俗的层面上 讲有没有意义呢 当然有意义 但是呢 也不解决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当时这个大摩 刚刚到中国的时候呢 梁吴迪跟他们两个呢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那他话就没办法 说到一起了 后来大摩不就走了吗 那个梁吴迪呢 这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人 他经常做各种各样的 这个善事啊 然后呢 问大摩 他这个有什么功德没有 大摩一扣就否定 没有功德了 那么 这个就是这样子 从大摩的这个角度来讲 真的是没有功德了 这个就是功德都在这个世俗的层面上的一些 人天的福报 这个有什么用呢 没有太大的用了 所以大摩 人家就真的要告诉你的 你要如果要 要要要要大到 啊 经济 你要学 那你得要学 废时 废时 废非事 你要达到这个经济 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个经济 那么 其他的 我们做一点功德呀 这个修桥布鲁呀 那这些 从这个层面上讲 那就完全就可以说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功德 可以这么讲 大摩也就是 站在他的高度 去否定了 梁无敌的 所有的这些 这个 功德 他之前所做的 所有的功德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特别的 有意义 特别特别的 有意义 大家也要争取 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大家要争取 如果不是佛教徒呢 那也可以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呢 这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样子可以了解一下 也很有意思的 这个我们任何一个哲学 和任何一个宗教 最终到这个时候呢 根本就任何一个人都 任何一个这个 学派 或者是任何一个宗教 他没有达到这个 这个境界 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全部都在这个之前 很远很远的地方 在说自己的 各种各样的观点 那这地方呢 没有一个是 可以走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 看起来 这个你看 这个就只有 这个里面呢 只有 两个子 一个是非 一个是是 三个非 两个是 那这个就是 表达了它 真正的最后的 这个意义了 那到底是是还是非呢 就是把这个是 是非非非非是 那我们看起来 这个很好玩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后面呢 真的是有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 意思 那这个呢 希望大家 这个 好好学习 特别有意义的 好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佛不读众生 佛不读众生 众生自己读自己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佛不读众生 意思就是说最后呢 佛是没有办法帮我们证物 佛就只能就让我们走到最后的这一步 但是最后的一步要走进去 还是要靠自己了 佛可以把我们引导 就到最后的这个地步 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地步 再走一步呢 那是因为这个语言没办法表达了 所以佛也没办法 所以全部要考自己 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就可以证悟的 这就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像大圆满啊 禅宗啊 尤其是大圆满 大寿营 他们有特别特别多的方法 方法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这些方法也不是 直接用语言告诉我们 追踪的境界 但是它虽然不能语言 直接告诉我们 但是它有特别多的方法 这些方法是非常有用的 这些方法呢 虽然不能直接描述 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 但是呢 它有办法让我们去误 这个是有办法的 这个特别有意义 好下面呢 我们就是讲 那本心 本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状态呢 前面不是说了吗 语言不能表达了 但简单的说一下的话 是什么样子呢 后面就是简单的 特别勉强的 就是说两句 这个本心 他说 这是使民主佛法 这个是前面的 这句话的最后一句话 非时 非非时 使民主佛法 佛的法 就是是这样子的 这就叫做佛法 这个意思 这句话讲完了以后 就后面就开始讲 这个我们的心的本性 它的本体是什么样子呢 刚才已经说了 这是没办法 语言直接表达 但是呢 就是简单的说 他说 自知 自知 不随他 他后面就讲了五个标准 意思就是说 实想 或者是本性 是需要五个 这个标准 需要五个标准 第一个 是什么呢 自知 这个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一定要自己去无 捕随他 就是说 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 依靠他人 他人在这个时候呢 没有办法 像大圆满和大收音里面呢 有伤势的加持 有伤势的加持 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之前 这个技术的功夫啊 像这个四加性 无加性 这些都在这个地方 可以 起到作用 但是他们的作用呢 也是间接的起到作用 没有一个是直接 告诉我们 然后就直接当下就开悟 没有一个这样子 所以就不随他 随 就是不靠他 不能靠他 没办法靠他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个人呢 也不一定 一个是人 一个是比如说语言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避语 我们能不能用一个避语来描述呢 这也就没办法直接告诉我们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任何一个语言 文字 人 避语等等 都不能不随他 都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跟随 其他的方法 只有自己去悟 子执 就是自己去悟 这个就是 第一个 表准 这叫做 这叫做这个 真如 这叫做发心 真相 实相 发解 空心 他有特别特别特别多的名称 这是 自知 自己去悟 自知 不随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寂灭 这是第二个标准 寂灭 就是说 在这个 最后的这个 本体 或者是这个 发心当中 没有任何的 我们前面讲的 有 无 非 有 非 无 以 有 一 这四个叫做 四扁 四个便 四个便 这一类的东西 都是不存在 你说 发心是有 也不对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无 也不对 都不对 所以这是 一个 就是 完全 就是 不存在 这个 谈成痴 善恶 轮回 涅槃 等等 这样子的概念 都是不存在 所以就是 寂灭 就是说 它是空心 这是 第二 第三 五习论 五习论 就是说 本体上面 在发解当中 没有任何 语言 可以标达的东西 或者是 我们的意识 可以去思考的东西 这个习论 我们前面 已经介绍过了 没有虚论 这是第三 然后 第四 第四 是 物仪 物仪 就是说 这个里面 没有什么不同的 比如说 我们真无 这个 法结的时候 法结 它会不会 这个空心 它也会不会 有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 就是 比如说 人 人无我 法无我 还有 还有就是 各种各样的 无我 我们 平时就 比如说 分 18个空心 4个空心 20个空心 就是空心 有很多这样子的分类 但是实际上 它的本质上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 就像 比如说 我们 天空 虚空 虚空 我们平时 我们也可以说 东方的虚空 西方的虚空 可以这么说 说 可以这么说 但是 实际上 虚空 它本身有 东方 西方 没有的 所以 五一 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 大平等 五一 这叫做空心 这是第四 然后第五 五分别 五分别 就是我们 这个空心当中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分别年 年头 我们的年头 都是不存在的 这个当中 一个分别年 都不存在 这是第五个 标准 就是 发心 有这样子的 五个标准 它就是这样子 这叫做发心 但是我们 看有没有看到 看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发心是什么 没办法告诉的 只能 就是 只能饶了一个 就是说 你比如说 它是 它可以告诉我们 没有什么 没有喜论 没有分别年 没有什么 这个它可以告诉我们 但是 真正的这东西 本身是什么 这就是前面讲过了 没办法告诉我们了 所以 只有自己去无 自执 不遂他 就是 这叫做 发心 施而责 敏实相 这个就叫做 实相 这叫做 实相 实相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叫做 实相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 前面也看到了 后面他也有 继续就讲了 这个 发结 到了最后的时候 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 到时候我们 自己啊 稍微有一点点 这个感觉 就是 真悟 这样子的时候呢 让我们 就是会知道 原来真的是 没有办法表达的 让我自己表达 给自己听 我都没有办法表达 就是我 就是这样 更何况我用语言 让别人听得懂 这个 自己都找不到 一个合适的语言 但是我们的心啊 是可以体会到的 这个就叫做 真悟啊 这个特别有意义的 然后在这个当中呢 因为他前面也讲到了 他是寄灭 寄灭 所以没有烦恼 没有贪嗔痴 然后没有我执 没有任何的执着 没有焦虑啊 那就是用 经常都是用天空啊 蓝天来形容 做比喻 就像虚空啊 很多的佛经里面 用虚空来做这个比喻 就像虚空当中啊 我们看上去啊 虚空当中 我们平时说 我看到了天空 但实际上在说什么呢 实际上是看到天空 意思就是说 什么也没看到 没有看到任何的物体 这叫做看到了虚空 那就是最后呢 我们就是就会达到 一个这样子的境界 这是我们的人的心底身处 这就是我们的人的本质 如果我们的这个人的 这历历歪歪啊 如果有一个自我的话 那这叫做自我 所以呢 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啊 到了这个佛陀 第三专法轮的时候呢 然后以自我永恒 这样子来冥冥 那自我永恒不就是 我们之前一直都是 就是打击的对象吗 是啊 我们之前的这个自我和永恒 肯定是要打击的 因为它是我们的所有的痛苦的来源 但是这个时候那有这个时候 又把这个永恒啊 这个永恒啊 自我呀 又把它拉回来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名字而已 实际上就根本就不是之前的这个自我 这个时候他讲的自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心 的本心是这样 这个就叫做名字啊 就给他去一个名字叫做自我 那是不是以前的我自我呢 当然不是了 如果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和精神的历历歪歪 如果有一个真实的 这样子的自我的话 那应该是他 除了他以外呢 全部都是考不出的 全部都是变化无常的 那他是不是真实的自我呢 当然也不是 他本身就是一个语言不可表达的一个空心 所以我们人的本心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佛经里面讲物质的本心也是这样子啊 物质的本心 比如说一张一张知 它就是一个物体啊 然后把它呃分界了以后呢 就是分子原子啊 做到最最最最最最后的时候呢 啊那就是最小的这个单位 就叫做基本的离子 基本离子啊 然后从物理学的角度讲 往下啊就没办法再分界了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呢 还可以分界啊 那再分界了以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然后再分界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发现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外面的东西啊 它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投影 嗯 最后呢 它的源头呢 不在啊 这张知的这个源头 它不在这张知什么呀 它的源头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是一个我们的遗失啊 就是就就是投舌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现象 哎就像就像这个吸毒啊 或者是这吃一些这个药物的时候呢 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错觉啊 幻觉 那么这个这些幻觉呢 看起来呢就像在外面啊 但都不是在外面 都是在里面啊 就是因为大脑受到了刺激以后 就在大脑里面产生的一个画面 哎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外面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存在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 所以最后呢 全部这样子分解以后呢 最后它有回归到 回归到我们的精神 哎 然后精神上面 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找到了它的根源 然后内心啊 再这样子分 往越深啊 走到这个深层次 最深的时候 然后就是就就是这样子 哎 这个时候就是一切的 所有的举弦啊 所有的这些都搭破了 界限啊 全部的界限都搭破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精神物质啊 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就是物易啊 就是这样子精神啊 物质啊 商侠啊 这种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全部都是大成一片啊 然后就像虚空一样 虚空一样 性如虚空 就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我们啊 能够进入到啊 这一生当中啊 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们能够进入到自己的心的本心当中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已经看得非常透了 哎 已经看到非常清楚了 到底自己是个什么 哎 我本人是什么 我的心的本心是什么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本心哎 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那从这个当中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已经非常清楚了啊 这个时候呢 现实的这些一切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 如梦如环了 哎 已经是已经他就开始如梦如环 现实呃 这个世界 已然是存在的啊 然后我们呢 也也也也依然啊 就照样的要生活 就是要继续 哎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所看到的 哎 一切 都是 都是如幻如梦 就是因为 走到最深处了 啊 已经看到了他的本质了 哎 看到本质 那本质上都是这样子啊 这就是本质 那么除了这个意外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现象呢 那当然是 一个他的现象啊 不是真实的 这个时候呢 自然就达到了 如幻如梦的这个状态了 哎 这个时候才才叫做解脱 哎 这个时候虽然人还没有成佛 但是相对来说就已经 哎 成佛了 特别有意义啊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 这个就是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佛的法 是民主佛法 然后呢 后面呢 这叫什么呢 舍则 民实相 哎 这叫做实相 这叫做真实的 真实的 哎 这个 真自己的真实的面目 就是这样子的 好 下面呢 再进一步的讲 那讲 若乏 从原生 哎 这个都是一个一个花题啊 现在就换了一个花题了 就不能混在一起啊 然后呢 若乏从原生 如果一切的这个法 法 这是 这是 真的是 万事万物啊 如果他们 从因缘当中产生的时候啊 我们得看一看 它是怎么产生的 因和国啊 因和国 这两个永远都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存在 啊 因和国不能同一个时间点上面同时存在 哎 为什么不能同时存在呢 如果同时存在的话呢 在未观的世界里面啊 没有办法他们相互之间啊 就是传递任何的这个能力 传递能力 哎 或者是相互之间呢 呃 不会起作用的 同时存在 呃 这个跟我们的宏观是相反的 宏观的世界当中 就是因为同时存在 就不是 不就是 不就是因为同时存在 所以可以就是相互 呃 起作用吗 呃 宏观世界当中是这样子啊 比如说我们的两个手 可以合在一起 哎 但是未观世界当中呢 手永远都 左手与右手手 永远都不能 不能同在一起啊 连物理学里面都说 我们的左手右手 是没办法碰在一起 哎 没有办法 那没有办法 我明明感觉到 我的手就碰到一起了呀 啊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手 两个手啊 都是各种各样的点子组成的 靠近的时候呢 还没有 碰到一起 但是呢 一定的时候呢 距离缩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产生这样子的 有个力量 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就是 产生一个这样子的 出绝 出绝 我们就以为 哦 这个事物就碰到一起了 实际上是没有碰到的 所以就是 啊 任何一个东西呢 同时存在的话 啊 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中观的一个思维的 基本逻辑 任何一个东西 同时存在 相互之间是没有办法 起作用 那不起作用的话 那当然也不可能是因果呀 怎么可能是因果呢 嗯 不起作用呢 就是一个两个完全是没相关 不相关的东西啊 不相关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成为因果呢 哎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不能同时存在 那这样子我们观察 观察的时候啊 这个因缘两个不能同时存在 那么 这样子的话 这个 国从因缘当中参省的时候呢 国跟这个因缘是一个啊 还是不是一个 哎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不及 不及 就是说 因缘不是国 国也不是因缘 哎 这两个不是一体 这个意思 不是一个啊 不及 就是不是一个啊 因缘不是国 因缘也不是这个国 国也不是银 啊 不是一个啊 那不是一个的话呢 那就是应该是 啊 两个不同的东西吧 那他说也不 也不是 这也不是 嗯 那么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思考的这个 逻辑体系里面啊 这个有点点矛盾 那不是一个啊 那肯定是 就不是一个的话呢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对立的 呃 那就是不同的东西啊 啊 那他说也不是不同的东西啊 啊 那那不是不同的东西 那就同一个东西吧 啊 那也不是 这也不是啊 啊 这样就就很无欲啊 这样的那什么都不是了 嗯 嗯 嗯 这个就是 这个真实际上 就是真的是这样 围观世界当中 就是这样 我们围观 我们特别不了解 这个围观世界 围观世界呢 宏观世界当中 是这样子啊 不是一个啊 不是通一个物质 那肯定是两个呀 不通的东西啊 啊 这个是很 就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在围观里面呢 他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阴和国 你说这两个是一个啊 那么一个的话 那这阴也就是国 国也就是阴 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嗯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 阴是阴不是国 国是国不是阴啊 这个我们比较理解 但是后面的这句话 不一不一阴啊 这个我们不太好理解啊 那我们认为 在我们的这个常识当中呢 阴和国就是不是一个 就是两个东西啊 两个东西 但是这个里面呢 讲不是两个东西啊 为什么呢 你说 阴啊 和国 他本身这两个都是如寒如梦的 两个都是不真实的啊 两个都不真实的话呢 两个不真实的东西 你放在一起呢 他们俩 你说他们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 这有意思吗 当然没有 他们两个本身就不存在啊 那他们两个本身就不存在 你说他们是一个两个 这没有用啊 他说这是一个原因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因为不同的东西 什么叫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两个东西 同时存在的话 这两个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同时存在 这个叫做同时存在的 不同的不意义的东西 是这样子 但是国已经单身的时候啊 阴已经遭久 已经是过去了 它根本就不存在了 现在 那它根本不存在的话呢 那你比如说 有两个东西存在 你可以说这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 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个阴已经不存在 现在只有一个这个国啊 那这个上面呢 你怎么能说 它是一个还是两个呢 它就一个 它只有一个东西啊 那怎么说是两个呢 两个的 另外一个在哪里呢 另外一个已经不在了 这个能理解吗 特别好 对 这个特别好 我不就说嘛 说你们的这个 接受能力 特别好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大多数的 人的学历高 学历高 确实是有用的 思维不一样 这个特别好 要不然的话 我们真的这些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比如说像佛学院啊 这个里面学 就在一辈子都是学这些 这个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也一开始的学 学的时候就不理解啊 这为什么怎么说呢 不可能是这样子啊 就是反对啊 但是慢慢慢慢就就就 开始就就深入的了解 以后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比如说 一个普通的在家人 平时也没那么去学 那一下子就是 说这些东西 特别不容易理解啊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思维能力 能力很好 所以呢 这个一旦把这个思考的方式啊 这个大通了以后呢 大家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特别简单 所以就是说他的思考的方法 就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的 两个东西都在的 同一个时间在 那你可以说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 但这个东西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以后呢 那这个东西呢 他就变成了就单一的啊 那单一的东西 你对相对什么东西来说 他是两个还是一个呢 他就一个呀 没有两个啊 所以呢 补一啊 就这个意思 前面不急啊 这个我们知道 银和国当然不是不是一个不积 嗯 不移啊 那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这个原因 因为银不在了呀 那然后呢 银啊 存在的时候啊 那个国还没有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只有一个 这个世界上啊 只有这个银啊 国还没有诞生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单独 就是有一个东西 没有第二个 没有第二个 你也没办法说 他们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他也是一个 然后呢 第二叉呢 这个 锅 单身的时候呢 银 哦 又已经不在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又是一个一个一个锅啊 所以银和锅两个 同时 同时这样子存在的话 你可以说 这个是两个是 两个东西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同时存在了 那么相互之间 哎 都没办法相互起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 更重 更严重的问题 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 银和锅两个同时存在啊 那银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不就是让锅参生吗 啊 那你说银存在的时候 锅也已经存在了 那你跟它起什么作用啊 不需要起作用 它都已经单身了 那怎么可能 还还需要第二个银呢 啊 不就已经单身了吗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思维的方式啊 所以这两个是永远都不会 不会同 不会同一个世界当中存在 同一个世界当中不存在 只要有一个前后啊 那么一个 其中一个东西是已经根本就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不存在了啊 那它不存在以后 你怎么说 它们是两个东西呢 东西都已经 已经是不是东西了啊 那所以就 就没办法说是两个东西 所以这是 这就是 啊 这个就是 就是 很有意思的啊 这个中观的 这个思维的方式 有几个基本的逻辑的 这个 一个规律 这个掌握好了以后呢 然后呢 全部从头到尾 都是用这种思维方式 去思考的 特别容易 有几个啊 有几个 规律 我们掌握了以后呢 那就学中观是特别的 容易啊 特别容易 就是都是这种逻辑 但有几个逻辑 是真的是 开始的时候呢 跟我们的常识 是完全是 不一样的 是典幅性的 所以就是 有开始时候 有点呢 后面就越来越容易了 啊 不不一银 使骨 敏实相 对 实骨就是这个 所以就是 这叫做实相 它就是说 什么是实相呢 因为 从缘当中 不生 那它得到的结论 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不生 不生 不灭 它这个当中 它没有 你看 若法 从原生 如果你说 这个万事万物 是从银元当中 参生的话 那你得要 好好的就 说一下 你要自愿去说 银和锅是一个东西 还是两个东西 最起码 这很简单 你应该回答吧 那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是一个 就不急 刚才说了 这个不行了 如果两个不移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刚刚不是说了 那这两个 一个还是两个 银和国 这个都不成立的话 那么 这个国 是没有办法 从银当中 产生 这没办法产生 但没办法产生 但是不是我们之前 不就将了银元 今天要将了银元 那那个是什么呢 那那个就是 你不观察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很好的 你如果不观察 就不往深处去想的话 一切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如果思考一下 那就那就所有东西 都有问题了 都不成立了 所以就干脆 就不去思考了 这个就是 中观里面经常讲 你不要去思考 如果你想拥有这个世界 那你就好好地享受 不要想那么多 就这意思 是这个意思 对 就这意思 中观里面经常这么讲 所以呢 这个不吉 不一印 是古 名实相 这个就不生不灭 就是实相 然后呢 后面就讲 不断 亦不长 不生 不灭 然后呢 不断 亦不长 不断 就是说 国 虽然这个因 结束了以后 它不存在的时候 它是不存在了 但是呢 又 立即就是 就出现了一个国 但这两个的 这两个的 真实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也搞不清楚 实际上 确实是没有关系了 这两个 但是呢 不观察的时候 在这个宏观世界当中呢 亦消失了以后 国就马上就会出来 所以就不断 如果亦不在了以后呢 国也就尖端消失 那就是短 从此以后就不能连虚 但是不是 亦不存在了以后呢 国立即就单身了 所以就不短 不长 就是说 这个国 单身的时候啊 如果前面的亦 它亥在的话 没有任何的变化 亥在的话 那有可能 它一直都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 就不是无常了 就是永恒了 但也不是 国 诞生的时候 这个亦 已经就不存在了 所以也就是 不是 不是长 所以叫不长 不短 不长 不短 不长 然后 不亦 亦 不亦 这个 前面 他们两个 也不是一体 也不是不是一体 这个都 都不成立 然后 不长 亦 不断 那就是 是不是长 也不是 不长 亦 不断 实名 主 主 实尊 那么 这个 就叫做 主实尊 后面的 后面 几句话 要加进了 就是说 这个就是 实尊 就是佛陀 佛陀的教花 教花 感 如 为 教花 就是这意思 我们平时就很多 很多的我们的 汉传佛教的大德 很多人也就说 佛教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教语 就是教语 不是宗教的意思 教语的意思 其实也 这个佛经里面 也有讲 这个教花 这个教花 就是教语 教语 干花 我们的教和鱼 两个也就不就是 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读华 教语 度华 这个意思 教和化 教语 通过教语 读华 终生 叫做教华 然后教华 感如为 佛陀的感如为 是哪个呢 就是前面的 不端不长 然后就是这个 不义不义 这些都是佛陀的 这个 甘露 教华 感如为 这就叫做这个佛 佛陀的教化 就像甘露一样 他就可以把我们的 这个长肩 端肩 这些我执 烦恼 全部都可以 通通可以 端出 可以端出 所以呢 他就像一个甘露 一样 甘露一样 甘露就是可以 结束所有的痛苦 病痛 这叫做甘露 那么这个佛的这个 这个 教化 就可以 短除 这样子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烦恼 所以叫做 教化 甘露 为 好 这个以上呢 就讲完了 他的这个 佛法的 真相 真相 真相就简单 这样子描述 那后面就是说 我们学了佛 假如我们这一生 这一生当中 学得特别的好 但是如果没有成佛的话 那下意识呢 我们没有把握呀 下意识 如果我们就是 偷生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然后这个地方 又没有佛法 然后也没有山之师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这个 没办法继续学习呀 没办法继续学佛呢 那就也不能成佛 那怎么办呢 他就是说 不是这样子 下意识 如果你偷生到 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在这一世当中 学得好 祭出扎实 这样子的话呢 下意识 你的环境当中 有佛 没有佛 都没问题 你一定会 自己有能力 去继续修心 继续学佛 下面的四句话 就是这个意思 若佛不出世 如果我们下意识 就是突生到 根本没有佛的 这个世界里面 然后呢 若佛不出世 神文 已灭 尽 就是说 之前的这个神文 就是这个佛的弟子 佛的弟子 那佛的弟子呢 全部也就原基了 一个都没有 那么佛呢 也没有出来 然后呢 这个佛教徒呢 全部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地球上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会有这样子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时候 佛经里面 里面呢 也就描述了很多 这个叫做空白的时间 这个就是一个佛法 没有佛法的时候 三千年前 也不就是这样子吗 三千年前 有很多很多的宗教 但是没有佛法了 所以就是一个 那没有佛法 那肯定也没有佛教徒 三千年前有佛教徒吗 没有佛教徒 那如果就是我们 就投生到三千年前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投生到 这样子的世界当中 那怎么办呢 那我这一次就再认真 再努力 如果我就投生到 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那我不就是全部 就是没有用了吗 他就不是 就说不是 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佛不出师 佛教徒全部不在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主批知佛指 说批知佛就是 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 这个也叫做 这个也叫做圆诀 圣温和圆诀 这个批知佛 是一种 也是一个佛 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佛 他比这个阿罗汉 稍微 境界稍微要高一点点 但跟阿罗汉是差不多的 那他是在什么时候出来呢 这个批知佛 他是 就是他没有这个佛法 没有佛教徒的时候 他自己也就会 自己就会 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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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以后呢 他自己就到这个 到这个 斯托林 就是 斯托林里面 到到墓地去看 这些 这些人的 这个 骨头 然后呢 他就思考 这个人的 这些人的骨头 是从哪里来的 是死亡 死亡从哪里来的 就是甩牢 然后呢 再往前推 这样子以后呢 他自己就有能力 指导这个 事儿缘起 然后呢 他就知道 那这个 这个人的骨头 这个墓地里面呢 就是这个 有很多人的骨头 那么他从这样子一推 死亡 从这个 甩牢 甩牢 就是然后往前 这样子推 推的话 他就找到 这个死亡的根源 就是无名 我们讲的无名 然后呢 照到了无名的时候呢 那无名是怎么产生的呢 怎么去解决 他也照到无名 就是要 应该要有智慧 然后 他自己呢 就是照到了 这个正悟的智慧 虽然没有 没有人告诉他 但是他因为是 前世的 修行的力量 他这个时候 自己自然就知道了 所以他这个当中 就变成了 这个辟之佛 是这样子 从与五十圣 这里面讲 辟之佛的智慧 真武的这个智慧 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物事 就是说没有赏识 没有善知识 他是自己找到了 这个方法 在这个当中产生的 没有给 他是没有善知识的 他没有善知识 他没有善知识 但是呢 你自己心里面呢 已经就是 储存了一个 这么强大的 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到时候一定会 起到作用的 起到作用 意思就是说 就像这个辟之佛 就是小成佛教的 他这是这个地方呢 作为一个比喻啊 就并不是说 我们都称为这个辟之佛 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一个 一个比喻 就像辟之佛 他没有这样子的环境 但是他的智慧是没有赢 没有善知识的情况下 也可以 可以产生 同样的 就是这一声 学得好 修得好 这样子的话 基础好的话 下意识是没有问题的 就这意思 好 这个一声啊 这个我们今天呢 就是把这个 中观跟本回轮的 这个第十八评的 全部的内容 就是就讲完了 这就是全部的内容 他文字不多 是这样子 那么下面呢 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 这个一个无我的修法 我们讲了一大堆的 这个这个理论啊 讲了一大堆的理论 如果这个当中 我们这个当中呢 也有一些佛教徒啊 那如果我们想修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不是佛教徒啊 不是佛教徒也没问题 你通过这种方法 去修心的话啊 可以化解压力 教徒啊 这些方面一定会有 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作用啊 比如说我其他的 这佛教的观念啊 信仰啊 这个不想接受 没问题 通过这种方法 去思考的话呢 这也是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禅丁啊 禅丁啊 那么现在 不就是全世界的人 都在用这个正言禅 禅丁 用禅丁来调整心态吗 全世界的人都在 那这个禅丁就是 这个就是禅丁里面的一部分啊 正年禅 佛教的正年禅 佛教的正年禅 现在啊 我们全世界都在用的这个禅 那就是佛教的这个四年初 就是四年初 这个四年初当中的有一个 有一个是这个无我 这个无我 所以呢 你没有 如果是没有佛教信仰啊 也同样也可以修 修了以后呢 也可以 可以这个化解压力啊 焦虑这方面都特别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 下面呢 简单的这个 这个介绍一下 就是大家 如果觉得有用啊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感受一下 也是很有意义的 好 这个我们 怎么去修呢 这个修心的 这个方法呢 就叫做精心法 精心法就是 把这个心灵啊 得到精华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叫做精心法 那修这个精心法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修呢 首先啊 最好就是到一个 比较安静的地方啊 在寄精之敌 就是说 就稍微比较安静的地方啊 如果是没有特别安静的地方 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条件的话啊 那就是脑中取精 在就自己家里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就是静律的意味 静律的意味呢 就是餐厅的姿势啊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很多遍 那大家这个网 这个资料网上都有了 这个大作的时候的这种姿势 就叫做以为 就是大作的这个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去修 然后呢 如果是佛教徒的话 那应该要这样子修啊 心中 首先就是想修一下 这个私家性啊 人生难得呀 死亡无常啊 简单的就是修一遍 这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简单过一下 然后 人生难得之后呢 然后 对于这样子以后呢 这是什么 什么原因呢 他的原理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修了 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这样子以后呢 对这个修法呀 特别的感兴趣 就是有意乐 有感兴趣 就是起到这样子的作用 就这个意思 然后再观想啊 自己的头顶上 亲信的观想 本是释迦牟尼佛 然后呢 在这个周围就观想 大乘和小乘的僧众 然后就观想好了以后呢 先 公品 就是七知共 这个我们图现 星人品 当中 就是有这个 释放 所有 所有释放 释接种 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些年松 编年 编共 如果不是佛教徒 那这些就可以 就不用 不做了 然后呢 伺候 就是以梦力的信仰 就是一句强大的信心 就是 祈祷 佛陀 祈祷 释迦牟尼佛 祈祷什么呢 祈祷 此作之中 我在这一作当中啊 就是此时此刻 当下 能够修除 这个无我法 就是祈祷释迦牟尼佛 加持我 当下 这一作当中 能够成功地 修除 这个无我的法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 其亲 然后心中能 就是 其亲释迦牟尼佛 我这一作当中 心中能够 升起 这个 精心地修法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发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以后呢 这些都是前面的 这是一个前起的 大左的时候的 前面的一些 如果是佛教徒的话 那就是必须要左的 那后面呢 如果不是佛教徒 那直接从这个地方开始 直接从这里开始 那这地方 大左的时候啊 首先 这个不知道啊 我们看 这因为每个人的 这个心理的 成熟压力 成熟能力 就不一样了 所以 也许这个 这个修法 这个修法 有些人觉得 就是这个太学心了 这个不适应 也有这样子的 有可能啊 那如果是不适应的话 那就可以不用修了 就可以换个 其他的修法去修 但是以前的人啊 以前的传统的 这个商的人 大家都是这样子修的 那我们如果是 有些人如果就因为 自己的心理的这个原因啊 心理熟知的原因 有些人就不太适应 那就不要修啊 适应的话就这么去观想 那观想什么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对某一个人 特别特别的执着啊 就是因为这个执着 不能自拔 就是影响我的生活身体 生活和工作 这样子的话呢 你把这个人就 就作为这个修行的对象啊 也可以 或者是平时呢 把自己的身体 把自己作为修行的对象啊 来修也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怎么样都可以 或者忍一人啊 将自己谈 谈矮的对象 或者任一个人啊 都可以 那观想的时候呢 以行观想在前面 把这个人观想在 我自己的前面 或者是我把自己 观想在我自己的前面啊 这样子可以的 然后具体的 这个观想的方法呢 什么样 如同斯托林啊 斯托林就是像田藏啊 还有就是木笛 这样子的地方 如同斯托林中 焚解尸体伴 我们有些人呢 可能看到过这个田藏啊 那就是人的身体 就是这样子 一块一块割下来了 然后呢 孤寅都的那个 那个斯托林当中啊 我们经常也看得到 他不是这个田藏 但是呢 他们也就是没有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 就是烧啊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 突赃 他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子 有一些专门的 这个就是 仿尸体的地方 叫做斯托林 把尸体认到这儿 就不关 很多时候 以前我们 那个 那个 节旅啊 这个小城的节旅里面 讲了很多很多 当时的印度人的生活方式 然后从这个当中就了解到 那个时候就把人就扔到 人的尸体就扔到这儿 不关 一会儿就就被 其他的动物就 吃掉了 这就是一个 他们的处理的方法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 把自己观想啊 观想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找 我到底是什么 我的这个身体上 到底在哪里 什么是我 首先这样子 我们从自己的油烟 油边的这个眼睛 观想把它分开 分出来 分离出来 跟自己身体当中 分离出来 这些放在手里面 一样 这个是 是我吗 他是不是我吗 这个时候呢 我们肯定就会知道 这个当然不是我呀 这严丘 怎么可能是我呢 我 我自己的 这个心中的 我不是他 不是他不是我 好 他不是我 那么 作严 有开始 有开始这个 就是就分开 又放在这儿 两个眼睛都放在这儿 他们两个是我吗 然后呢 怎么去想也 不可能是我 他不是我 不是我 好 这两个都不是 那不是的话呢 那么身体上的 任何一个东西啊 就是这样子分开 分开 从身体分开 就是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 然后再去观 他是我吗 这个是我吗 不是 然后呢 人的皮肤 整个的人的这个皮肤 然后呢 放在一起 他是我们 那肯定我们所有人都说 他不是我 然后我们人的身上的这个脊肉 就有六百四十多块 这个全部分开 也放在哪 这是我吗 那不是啊 我肯定不是 我自己的仪式当中的 这个我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不是 这个不是啊 然后呢 骨头 人的身体的这个骨结 有两百 两百零 二 二个骨头 不同的骨结 骨甲 或者是骨头 放在一起 那这是我吗 你去好好 站在旁边 好好的看一看 他是我吗 这个也不像是我 不是 这个也不是 这个不是啊 那好 那么 肋脏 任何一个奇观 心脏 肥脏 等等 这些放在旁边 这是我吗 也不是啊 然后身上的 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这个回无 就是不干 不干净的 肮脏的 这些东西呢 就放在一边 看看堆放 各自堆放在一起 骨头所有放在一起 然后呢 皮肤放在一起 然后肌肉又放在一起 就堆在一起 这样子去一个一个地看 这当中哪一个是我呢 这个当中呢 没有我 这些都不是我 不是 那这个时候就是 堆这些需要明见 这个时候就很认真地去看 此时此彼时必 颜丘 这个就是颜丘 这个就是皮肤 这个就是骨夹 或者是骨头骨骼 这么一个一个去观察的时候 那就也看到 这个也不是 不像是我 耳观像 这么去看的时候呢 那这个我们的身体的 从头到尾 从外 从内到外 没有一个是 可以称之为 自我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每一个都不是我 然后三十多种不经物 这是佛经里面讲的三十多种 实际上就是我们通过佛经 也可以通过现代的这个 这个生理学的角度 也可以把反正人这么分开 或者我们最 在西方的话 把人分成各种无数的细胞 无数的细胞 细胞长什么样子呢 大家看看这个细胞 动物细胞的这个图 这个是不是我呀 根本就不是我 怎么可能 我是这样子呢 也不是 那么这些都不是的话 那对对 我得要冷静下来 真的要想一想 那我到底在哪里呀 这个这些都不是我 然后这个三十二种 或者是我们从现代的 新的这个生理学的角度去看 更多可以分解更多更多的细胞 或者是从传统的佛经里面 讲的三十多种身体的这个 不干净的东西 那也可以 反正就这么去思考 那思考了以后呢 每一种都可以分 可以分别 年 中间的分解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思考 通过我们的思维 一个一个的分解 最后呢 就是把某一个东西 分解到最最最细致 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器官当中 没有找到一个是完全可以代表我的东西 如果有的话 那真的有一个的话 那大脑是不是呀 心脏就肯定就不是了 那大脑是不是代表我 这个我们能不能说大脑就是我 那也不是 大脑就是有1.55公斤多 就是三公斤 三斤多一点点的 一个这样子的灰色的东西 那么你说它是我 它虽然是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但你说它是我 它可以代表我 这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 还离得差得很远 大脑也不是 那大脑都不是的话 那谁是我呀 这个里面 这个我身体里面 哪个是可以代表我的呀 没有 这个就是要这么一个一个地看 然后呢 再分结的以后呢 分到细胞 然后呢 再分的话呢 当然以前是没有细胞这样子的说法 就是说 即为成 就是说 把分到很小很小的 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的 这种基本理子 垫子 就是分到这种程度来看 那这当然更找不到我了 这样子分 一分就根本不行 一支分到 即为称为直 为之 有此应当 凑彻 我们就彻底地就 就 就 认识到 我们的身体 原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不分解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认为身体就是一个 一个整体的 一个这样子 现在一分解了以后呢 那原来你身体是什么 它自己都不存在了 然后呢 身体都是各种的器官组成 各种的器官呢 用物数的细胞组成 物数的细胞呢 又更小的 这个细胞 所有的细胞都是用这个 最后的时候呢 还是分子 分子和原子 它们组成的 这么一分以后呢 不要说我 连这个身体 它都不存在了 这个已经看透了 看得非常的彻底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 一般人的 一般是这个身体的 这个当中就没有我了 这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那这个当中没有我了 我们下面呢 就是要去看 这个人的精神 那精神上面呢 是不是我的存在啊 这个里面还没有讲到精神 但是我们要把它补上来 补充一下 那精神 人的精神 是不是自我呢 那也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精神 什么叫精神呢 我们也不要以为 精神这个东西 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不是 它也是无数的情绪 无数的情绪 无数的念头 这样子的东西 构成的 构成的 它也没有一个连续心 里面呢 没有一个连续心 里面呢 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 它也是无数的这个 就像我们晚上啊 就看这个星空 我们晚上看这个台空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银河 银河 远远的地方我们看到呢 就像云一样的 看起来就是一个整体的 白色的 就是以整体的东西 但是 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吗 它不是啊 它是无数的天体 这是因为离得离我们很远 我们的眼睛看啊 就是就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 它不是整体的 同样的我们 就是看我们的精神的时候呢 因为它快速的这个 生灭 所以我们看起来呢 就像我们看这个 炫火轮的时候呢 它在我们的眼里啊 就是变成一个整体的 但它不是整体 同样的我们的精神呢 也不是一个整体 无数的这个 情绪 那么这个情绪当中呢 我们也去看 比如说 今天我24小时 或者是我今天12小时 当中啊 那我应该是有的吧 或者我们不想这么远啊 这一个小时 这最近一个小时当中 我应该有的 不可能没有 我应该有 有的话 那我最近一个小时当中 我产生的这些 这些各种各样的 这个这个情绪啊 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有多少多少个啊 全部可能不一定想得起来 但是呢 这个能 能回忆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 那这些东西 这些情绪里面呢 你说哪个是我呢 如果这些情绪当中啊 没有一个是能够代表我的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一个 这最近的一个小时当中 我们不能说我不存在吧 这个我是肯定存在的啊 那存在的话 那么今生世界里面呢 你说哪一个是我呢 这个我们在这个 最近的一个小时当中 就是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年统 各种各样的情绪 一个一个的去看一看 哪一个是我呢 觉得哪一个是我呢 那这样一观察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了 确实是没有 但是呢 我们一直都有 认为有 明明看到这个就是 这么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 就是没有 但是呢 以不思考的时候呢 有立即有全部去还原了 又认为有我了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 我值在我们的心里啊 就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所以这个得需要时间 要去大做修行 慢慢慢慢 这我值就可以 可以断掉 那就是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啊 观察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真的是 非常非常清楚的 就就看到了 这个 实际上这个里面是没有我的 这样子 然后 从无云的角度 我们也可以看 前面我们也讲到了 这个无云 五个 无云 首先是什么呢 蛇 是我们的物质 肉体 这个前面讲 这个里面讲的都是 关于肉体方面的 蛇 然后就是手 手是什么呢 手是我们的干手 我们今天 前面讲 讲到了一个手 这个手是 武明和这个 羽王 这里面的手 这个我们之前呢 讲的这个手 跟无云的手是不一样的 武云里面讲的这个手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干手 快乐的干手 痛哭的干手 各种各样的感受 叫做收 舍 收 然后就是想 想是什么呢 想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 这个观念 各种各样的观念 就是念头 也就是我们的各种的 不好呀 不好呀 这样子的价值观 观念 还有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觉得 看到这个 这书画的时候呢 我心里想 这是一朵画 这个也叫 这个叫念头 这个也叫做香 这样子的无数的东西 全部堆积一起了以后呢 这叫做香云 舍云 守云 香云 然后行动的心 心云 心云是什么呢 心云就是我们的云动 云动 肉体的云动和今生的云动 这些云动就叫做心云 最后就是时 时就是眼耳鼻似神的眼识 而识 实际上就是识觉听觉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一识 还有阿赖也识 这些叫做识 这叫无云 无云 那么 这无云当中 这个无云当中 我们一个一个去照 也可以 或者是简单一点的话 先是我们今天 这个地方 讲的都是色云 或者是简单讲 就叫做柔梯 然后另外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精神 简单一点的话 其实这个里面都包含了 柔梯上面也没有照到我 然后今生上面也没有照到我 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你觉得这个自我 它到底在哪里呢 它是不是隐藏在一个 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的地方呢 当然没有 我们还有什么隐藏的地方呢 这个就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还是虽然是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有一个自我的存在 这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就叫做西漆 比如说我们把枝捐了以后 把它拉开以后一放 它还要捐回去 捐回去 这是纸张 纸张都是这样子 佛经里面经常就是用这个来做比喻 那纸张它为什么我们把它拉开了以后 还要它自己注冻要捐回去呢 这是因为这个时间长了 它就是要捐回去 那人的这个习气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这么观察的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一个自我 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还是不放不下 一直都觉得有一个自我 那这个是因为它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自我 我值就是从无事以来 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根深地固 就是这个原因 这并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什么自我 这是我们自己的习气 这个叫做习气 那这样子观察以后呢 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就深深地体会到原来真的没有我了 那得到了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啊 就这个就叫做乌窩 在这个感觉当中要停下来 停下来保持这个状态 保持这个状态 那就有可能可以能够保持一分钟啊 两分钟啊 这样子 那么这就叫做习无我 然后继续习继续努力的话 然后就是很快 每一次我们去这么去思考的时候呢 快速的就能够找到这个状态 然后呢 而且在这个状态当中呢 停留的时间啊 就后面就越来越长了 越来越长 前面就是不一样 前面我们要思考很多很多很多 思考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 最后啊 能够找到一个无我的感觉 有些时候根本就找不到无我的感觉啊 但如果找到了 在这个当中停留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断啊 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那后面就不一样了 后面我们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 快速的可以找到无我的感觉 找到了以后呢 在这个感觉当中可以停留的时间 就慢慢的越来越长啊 然后就我们能在这个当中啊 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时候呢 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 它影响到什么呢 它就直接是跟这个我们的我值啊 是相反的 相反的 所以就是我值的力量啊 就慢慢的就就就是削弱啊 慢慢削弱了以后呢 然后在现实当中啊 然后这些烦恼也就慢慢的逐步的啊 就是啊 就是啊 慢慢的就是消失啊 但是真正的消失呢 还要还要一定的距离 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的方法啊 我们如果对这个修法感兴趣的啊 大家好好地去思考 我觉得也特别有意义啊 因为这个才是真正让我们大开沿街啊 大开沿街啊 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从来 就是一辈子从来没有找到我的一个感觉啊 完全就是就到达了一个另外一个一个世界 就是我们穿越了时空 就是来到一个就是完全没有时间空间的 一个这样子的世界的世界一样啊 就是这种感觉啊 特别有意义 还有这个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奇妙 然后不仅仅是奇妙啊 然后它在现实当中就开始啊 这个发挥作用了 然后这样子时间长了以后呢 我们就对这个生老病思啊 都没有什么空拒啊 真没有空拒了 那就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唆失 就更加的无所谓了 就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有内心当中啊 有一个强大的力量 强大的力量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的外在的环境啊 再糟糕啊 都没问题 我就有一个 这样子的强大的类型 用它去面对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只要能够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 能够这个满足它的基本的需求 比如说吃的穿的 还有空气啊 这一类的东西 基本的这个需求 如果能满足 那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是都都有 可以没有也无所谓 这是达到最后就是 这就是人生的最高的境界 这就是人生的境界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所有的痛苦 快乐 一切的一切啊 全部都要依靠 依赖外面的这个物质 那这个时候 有什么人生的境界呢 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境界 没有任何的境界 所以人的这种 人生的境界 就是自从我们 不果独的去依赖 就外面的这些物质啊 民生啊 这些能够肚理的可以生存了 开始肚理的生存 这个时候我们是开始就成长了 比如说银儿啊 小的时候呢 就全都要靠父母啊 他慢慢成长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肚理的生活了 那就是像这样子 我们现在我们的所有 就是幸福快乐 任何一个感觉啊 感受啊 都要靠外面的物质 就是用大量的物质来 就是帮 大量 用大量的物质 来让我开心啊 让我们拥有安全感啊 但是呢 这些物质呢 就是没办法给我们 带来我们相遥的 这种安全感 那这个时候 就大家都很焦虑啊 痛苦啊 就是这样子 如果有这样子的强大的 这个力量的话 那所有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为什么大家想想啊 国去的这些藏传的 汉传的这么多的大的 他们为什么在一个这样子的 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 他为什么过得这么愉快 这么快乐呢 那就是因为他有另外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支撑 所以就是他另外一个物质世界里面 没有太多的啊 就根本就无所谓了 当然比如说我们的基本的条件 他这个这样子的人 他也是一个人 他的身体呢 也是这个血柔组成的 那么这个身体呢 也需要这个形成代谢 那这样子的话 他也要给他提供 一个一定的这个营养 这个是需要的 除了这个以外 那么就更多的东西呢 他也可以有 他也可以没有 都无所谓了 可以这个 在这样子的条件环境下 他就完全可以过得非常的快乐 这就叫做人生的境界 这才是人生境界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修心人的目标 就是这样 我们希望自己也就达到这个境界 然后我们更希望 所有人都达到这样子的境界 这样子的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 解决自己的痛苦 否则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拥有再多的物质 去给予 也没有用的 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有可能当下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呢 那后面的问题呢 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每一个人都拥有 这么强大的这个力量 的话 那每一个人都自己可以救自己 还可以救其他人 所以这就是佛的 度终生的这个方法 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 什么叫做这个 佛陀的这个教化甘露威 这就是教化甘露威 所以是特别的有意义的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希望大家努力一点点 投入一点 这样子的话呢 一定会有这个回报的 好 这是这个修法 然后后面就讲 如作的时间 仓段 无有一定 这个不一定 我们要 那这个我们要修多长时间呢 那他说你根据你自己的时间 修二十分钟也可以 修一个小时也可以 修两个小时也可以 就没有一定 没有一个规定的时间 就是最后要达到 什么样的目的呢 乃至心中 善为明观之谦 就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能够观想之前呢 必须要努力 不断地这个修行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大作 结束的时候啊 齐作 齐作 就如作 如作就我们开始大作了 齐作就大作结束的时候 大作结束的时候呢 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那就要把这个山根 要回乡 回乡给天下所有的众生 就是通过 就是通过我这个山根 圆天下所有众生 离库得勒 这样子去回乡 这叫做回乡 秉在放松的状态中 休息 他就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刚才就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大作 要思考很多问题的话 这也就是有些时候 就是心生 有些时候就感到有点点 这个疲惫 那这样子疲劳的话呢 这个放松的状态当中啊 这个放松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 什么都不像 就是把自己放空 清空 在这个放空的状态当中 就是可以停留几分钟 这样子就回复了 然后就是出来 这个工作生活 就可以了 那这是一个修法 我们今天用的呢 其中的一部分呢 还没用完 他把这个无云 一个一个的去观察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 主要是讲的是这个色云 就是说无知方面的观察 然后精神方面的观察呢 我们刚才是补充了一下 但是文字里面是没有的 这个修这个是 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 然后修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需要 就可以地去观想很多东西 就真实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就 就是客观地去分析 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样子 身体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 这样子就可以了 最后一定会得到 这个很好的结论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前面的这个 缘期 或者是这个空性的 一个配套的 一个简单的 一个修行的方法 今天我们的这个 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 还有半个小时 这个当中呢 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提问交流 好 谢谢大家 坎布您好 你好 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两天了 都没有想清楚 所以想请教一下 好 您讲到了就是 佛性其实是超越了 常与无常的 可以说是光明的 但您又说 无明是从佛性当中的 波动当中产生 那我就在想 既然一个超越了 常与无常的 高维度的高端状态 或者是境界 为什么还会被一个 无常的波动所干扰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就是 如果修行的尽头是正物 但正物的时候 在佛性光明当中 仍然会被某些因素干扰 那我会不会被打回原形呢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有点恐惧 所以请您解答 谢谢 好的 特别好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问题呢 佛经里面 就是这个 贤宗的佛经里面 它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贤宗的任何一个经典当中 他们不会提到这个 它也没有任何的答案 脏传的 酣传的 都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密法里面 有答案 然后呢 密法里面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 心的这个本心 本心就是佛心 那佛心是我们之前 我们还没有成佛的时候 或者是当我们的这个年头 还没有产生的时候 也就是说 没有这个 还没有产生这个轮回的时候的 这个最最最最最原始的 这个状态 和我们最后又回到这个 成佛以后就回到这个 这个回去的这个状态 其实就是一个状态 但是你刚才说了 那会不会我们最后成佛了以后 又会轮回呢 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我们本质上这两个 也是一个状态 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但是呢 有一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个还没有通过这个修心 这个成佛之前的原始的状态当中呢 有一个是他在这个里面 随时都有可能产生这个念头的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 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这到底这个可能性是什么东西呢 跟我说个清楚啊 这个我们也说不清楚了 就是有一个力量 或者是一个能力 一个是能量这样子的东西呢 它是存在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 到一定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呢 就是遇到其他的这个条件 这样子的时候呢 一下子就开始产生人的第一个年头 第一个年头啊 其实这个呢 也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这个地方啊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 每天晚上啊 如果我们深度的这个 进入深度的睡眠的时候呢 就会进入到这个当中 但是我们感觉感觉不到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修心啊 训练的话 就是感觉不到 其实就是进入到 这么一个瞬间 就就进入到这个最原始的状态 然后瞬间过了以后呢 又开始做梦啊 又回来了以后呢 又从这个当中呢 又产生了念头 从回来的 但有一个不一样呢 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 就是他还是进入到阿赖耶什 还没有突破阿赖耶什啊 就是死亡的时候 死亡的时候呢 真正的就是这么一个 很小的一个阶段当中 完全就是进入了最早的状态了 你阿赖耶什都停掉了 这个中间 有一个这么一个空白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 我们还是会有第二次瞬间 又会念头就会出来的 所以这个念头 从这个佛心当中产生 这个不是不能理解为很遥远的 这个我们每一次轮回的时候 每一次死亡的时候 就会进入一次 那这个时候 不管是原始的时候 或者是死亡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佛心它这个里面 有一个这样子 有个叫做可能性啊 那这就应该是一个能量啊 它在啊 所以就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念头啊 然后我们学了佛 证悟了以后呢 就是很长时间的 通过很长时间的修心啊 这个能量啊 这个可能性就已经 已经不在了 这已经打破了 这个不在了 但是呢 本质的佛心是永远都是一样的啊 再回去了以后 成佛了以后呢 那跟本质上没有 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产生念头的可能性 是通过很长时间的 这个修心 就把它打破了 打破了 然后呢 就 所以就最后呢 你就在这个状态当中 不会再 不会再 这个 又不会再轮回了 这个是 只有密宗里面 有这个答案 它就是这么讲的 然后呢 那你们也可以看看 那个《回灯之光》啊 里面呢 有一个文章就叫做 《佛教的无中弃远说》 《佛教的无中弃远说》 那这个里面呢 这个事情就说得 稍微清楚一点点 大概就是这样子 康布您好 您非常慈悲啊 一直在鼓励我们说 一定能达到目标的 对 就是 我看到这个长期上 也有记载 像西玄道元那种 刻苦修行 打坐三年就身心脱落 那我想问就是 我们要刻苦到什么程度 大概多长的时间 就是依据您这个丰富的 教学经验 能够达到目标 谢谢 大学老师就是这样 一定要全部都要凉花 就是要什么程度 什么时间 一定要有个数字 这个就特别不好说 这个就是要看 个人因人而移 这个就是如果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前一世的基础 前一世的我们自己的弟子 如果好一点的话 那这一世也许就不要太虚 就像你就像一个富二代一样 就是不需要付出太多 然后呢 有可能快速的 如果前一世的弟子 特别没有什么家地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一次可能要付出的 要多一点的 所以这个要付出多少呢 其实确实也就不是很好 这个没办法凉花 但是呢 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 如果你心特别的虔诚 然后呢 就努力的去修心的话 你比如说一方面工作 一方面去修心 比如说你一天 就是一个小时 每天一个小时 都是这个时间当中秀 然后呢 周末呢 稍微多花一点时间 还有就是接假日的时候呢 多花一点时间去逼关 这样子的修的话呢 这一生当中啊 成佛就成不成就不敢说 但是呢 真无是完全没问题了 真无是肯定是可以的 这就可以了吧 典礼上师 我那个 我鼓足勇气 问一个问题 好 没问题 你说 因为我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自己没想明白 我尝试着把它说清楚 好 就是关于无我这个 就是今天讲 这两天讲的无我 就是 讲 就是从时间点上 给它不断不断地分解 然后前面的没有了 后面的还没有发生 这个能理解 然后从这个肉体啊 然后就是 这个也不是我 那个也不是我 这个也能理解 都搞定了 但是就是 就像以前就是 咱们讲这个 阿凡提好像说砍头 说你砍头 没有头 就是砍这儿是眼睛 砍这儿是脖子 都不是头 没法砍 但是呢 就是 但是就是说 都没有的情况下 就是 就比如说头吧 或者说叫我 它是一个集合 就是 这儿不是 那儿不是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头是什么 头肯定不是胳膊 也不是腿 那么 大家 它是一个集合体 那这个概念 它叫什么都可以 但是毕竟 还是有这么一个集合体 而且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就是我和它 那这个集合体 跟这个集合体 是不同的东西 对 所以那还是有一个 这么一个集合体的东西存在 对 那怎么叫无我呢 就在这个层面上讲 怎么去理解这个无我 嗯 嗯 这就是我的问题 好的 明白明白 嗯 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集合体啊 集合体你怎么去理解呢 比如说 时间的集合体 是根本是不存在 时间是没有办法集合的 哎 时间它就是 就比如说 这一秒钟过去的 过去的几秒钟 跟后面的几秒钟 你怎么集合啊 这是没办法集合 就唯一就是当下是在啊 前面的圈都已经消失 后面也没有单身 这个是没办法集合了啊 然后呢 这个时间的角度 空间的角度 你是有办法集合了 比如说东南西北的东西啊 就比如说这一树花 不就集合了以后 就变成 一个一个是一树花 因为这个全部集中了 以后一树花啊 这个空间的角度 是可以可以集合 但如果是时间的角度 你不能集合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空 时间没有集合 那永远都是 当下的一秒钟啊 啊 那在一秒钟 这个时间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成立 自我 如果你说自我是一秒钟啊 那一秒钟过去了以后呢 是不是诞生了一个新的自我 久的自我就不在了啊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那不是啊 我们一直认为 昨天的我 今天我们 比如说 我们会说 我年轻的时候 我这个老的时候 我们经常不就什么说吗 我们认为 这年轻的时候 老的时候 这么长时间 我们都认为 这就是一个我 所以你一秒钟当中了 换一个我 那这个是我们想 我们想象的我 不是这样子 这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但你说的也对 比如说 我们一直认为 就有一个集合体啊 那这个集合体 是怎么集合的呢 不是客观上的集合 是我们的主观意识 把过去 未来 现在 凑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连续性的东西啊 然后呢 我们认为 这就是我 我年轻的时候 我老的时候 这样子 是我们的意识 把它们就是 放在一起 但是意识呢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实际上 实际上客观上面呢 过去已经不存在了 未来呢 还没有单身 客观上 这个没办法 集合 没有办法集中 这是主观的 我们的意识 把它们都放在一起 过去是什么 他也记得呀 未来是什么 他也可以猜测 然后呢 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 然后说 这个就是自我 这样子啊 然后 好 先鼓掌 再说 然后呢 时间就比较好理解了 然后空间 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讲呢 有没有集合呢 确实有一个 因为它们都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 它们可以集在一起 就是集合体 但是集合体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我们 又是我们的这个仪式啊 你刚才不是说头啊 那头啊 眼耳鼻塞 这么多东西 囚在一起啊 就这么一个一整体啊 然后呢 我们的仪式呢 就是给 就是给它一个定义啊 它就是 这个就是偷啊 偷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 主观仪式 给它的这个定义 去掉了以后呢 然后 它 就是各式各的 眼睛 耳朵 这都是不相关的东西啊 然后呢 我们皮肤上面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 就是一个一个整体 但根本就不是这个 全部都是无数的细胞 然后呢 细胞跟细胞之间 尤其是这个 又进到这个 这个分子 原子的层面的时候呢 然后各式各的 根本就没有 这个中间还有 很大很大的空间 哎 然后也没有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集合的东西 所以呢 都是我们的意识的 我们的意识 就把它全部凑在一起 哎 就说这个是偷 这个是人啊 就是这样子的 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嗯 那我就是 还有那一点 没理解的部分 好 你说没理解的部分 就是说 嗯 它是个集合 这集合也是个主观的 嗯 但是比如说 在我们生活中 那还是有 就是这个集合和这个集合 它是不是一个集合 对 那那这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嗯 那就这个 这个区别 它不是也是个 有吗 区别是有的 哎 你这个集合和那个集合 也有区别啊 不仅是这样 你左手和右手 也有区别 但是有区别 也就不等于有我 区别是有的 好 问题就是 这个区别 两个不同的集合上面 有没有自我这个东西 这是最重要的 区别是肯定有的 我好像懂了 赶了赶了上身 好好好 特别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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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潘布好 那个我的问题 跟他的问题 其实有点关联 好 就是 呃 我今天因为只听到 今天内容 可能有点断章取义 嗯 没太理解的一个地方 好 也是经常有朋友 会问到过的一个困惑 嗯 说我们这个肉体什么的 我们可以把它拆分了 说是无我的 对 包括说我的思想情绪啊 这些 对 但是我们经常说是轮回 啊 然后我们讲了说 这个神识会离开我们的肉体 对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灵魂 对 说我们都是古老的灵魂 对 那这个神识 或者是古老的灵魂 它是什么 如果它不是我的话 它是什么 它最初是来自于哪里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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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这个 它最初来自于哪里 先不说啊 刚才已经说了一部分了 先说这个 呃 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医师啊 灵魂就是离开了这个神识 或者是灵魂 离开了这个神体 那它是不是我的啊 呃 那我们很多时候也就会 会也会觉得这个就是我 哎呦 其实因为我从 从国去来到这 从这个 这个地方就去 猴使 来世 那肯定是灵魂去啊 肉体是不可以去 不可能不能够去的 但是如果这个呢 你不观察的情况下 就可以这么说了 哎 不观察 不深入观察的时候 你就说哎 这个我的 这个阿赖耶士 就是我 可以这么讲啊 但是就是我们就 想照到真正的自我的时候去 再去思考的时候呢 然后就不一样了 深入思考的时候就 你刚才讲的 比如说 神识呀 灵魂呢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无云当中的 实 就是意识 还有包括阿赖耶士 就是他们 就是这些 那么 这些东西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 一模一样 它又可以从时间的角度去分 它也有过去 它也有未来 它的当下 那它的当下也是一秒钟 它的当下也是一秒钟的 万分之一 都是一样 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它的这个 从时间的角度分的话 它的过去也是不存在了 它的未来也还没有单身 它也是只有当下一个 所以那么这个当下的一秒钟 或者是一秒钟的万分之一 上面我们没有办法 兼离这个自我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个阿赖耶士 也是一样 它也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样子深入观察的时候呢 它也不可以作为自我 它也没有这个自我的标准 它也没有 但是我们平时呢 就是在宏观上面呢 我们可以说 阿赖耶士就是我 我从这个地方去 未来 来时 那是我的楼梯 不会去我精神去 这个是我 可以这样子讲 感恩康布 然后我还有一个 很具体的问题就是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修和证悟 去把我们的一些习性 慢慢地可以消除 或者是减少 但是依然我们是作为俗人 在现实当中很多时候 我们会被我们的念头 甚至是情绪 会劫持 会绑架 就那个时候 我们虽然能意识到 但是可能不能很好地 因为习气太重了 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 有没有在这个时候 有一些很好的方法 可能能帮到我们 有有有 方法有 但是呢 当下就是你 你就是突然间 就是要拿出一个方法 是不太现实啊 所以就是长时间的 要训练 也就是说 平时要大作 平时好好大作 然后呢 平时好好大作了以后呢 你就当时 就就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就很好地处理 那如果是平时没有大作的话 就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那当下你要 要拿一个很好的方法去面对 这个就很难了 所以平时的修行是非常的重要 感恩看部 好 上师您好 我有三个问题 好的 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一个一个地说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关心的时候 然后观察念头的 升起和消灭 就是 有的时候是观察这个念头的时候 就是一看它的时候 它就消失了 但也有的念头就是 我看它的时候 它没有消失 然后反而 我跟着念头跑了 然后我就想问 就是有什么办法是在 就是我看它 它没有消失的时候 我又没被它 我怎么不被它带走 不被念头带走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这个是这样子 首先 你比如说有些细微的念头啊 或者是不是 不是很强大的这个念头呢 你一看 它自然就消失了 这个很好解决 但是 比较有力量的 比如说你特别生气的时候 这个焚怒 缠上的时候 你看看它 是不是马上就结束呢 这个时候结束不了的 反而就是你刚才说的 你就要跟着情绪走 那这个 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也是刚才讲的 这个要长时间的 去搭坐 当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搭坐的力量啊 要提升 要提升到一定的时候呢 那到时候你就面对任何一个情绪 就是到时候呢 你就可以控制它 可以控制它 那现在你这样子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现在还有 就是我们平时就这样定理不够啊 就这个就是就叫做定理不够 禅定的力量还不够 就这意思 好的 长期打坐 训练 那我需要就是 还有就是我需要 我需不需要就是说 我看它的时候 它没有消失的时候 我需要通过 就是观它为 就是如梦如幻等等 这些方法 然后来去对峙吗 这个可以 但是 那就是这个时候 你在这个当中呢 你比如说 比如说在 比如说在修这个 去观这个念头 这样子的修法的话 它没有小时没关系啊 你继续看它 继续看它 继续看它就可以了 你这个时候换一个修法的话 那这个就不可能不太好 你就是本来修什么 就是修什么 那这个时候念头没有听下来 这没关系 不一定要听得下 不一定要听下来 没听下来没有关系 你继续看 好的 那我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念头的时候 就不停地在看 就是一个念头产生 一个念头消失 那就是它的产生和消失 是非常快的 就是我很难 就是一下子能够捕捉到它 因为我看不到它是怎么产生 它是怎么消灭的 就这个过程我是看不到 只能看到中间的这个念头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有什么好的办法是能够看到它的产生和它的消失这个过程 这个产丁就是达到一丁的时候呢 可以看得到 但是当下看不到美文体 你就看得到它的存在 它已经诞生了 这个诞生的过程没有看到 但是已经诞生了 这个时候它存在的时候 你看到了就可以 看到了以后你再继续看 它就有可能就消失了 这个可以的 对 好的 谢谢刊部 我第三个问题的话 就是您刚才提 就是在讲这个禅宗的公案的时候 有提到 就是我们在遇到重大事故等等一些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突然一刹那 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 对 然后如果说是不修行的人 他可能这个空白就过去了 但对于一个修行的人来说 他可能会去关他的心 那我的问题是 就是后续如果说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如何去关心 还是说我抓住这个空白的点 就安住在这个状态下就行了 如果发生重大事情 得要看看 这个重大事情有没有来 允不允许我们去关心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特别重要 如果是允许你就不重要 你不需要去处理它 那你就看看 这个当下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 这个比如说 突然间就是 就是发生一些事情 自己特别害怕 那么就是短暂的 这个时间当中 就是这个衣食 这个年头停了 停的时候呢 因为修行人的话 平时有这个关心的人呢 他习惯性的 那个时候去关心的 那没有平时 没有这样子的习惯的人呢 那当下就因为 就根本就不可能去 就根本就来不及 或者根本就想不起来 那如果是这个时候 去关心的话呢 那如果你其他条件 都比较成熟的话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争污的 那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好的 那您刚才分享的 那个公案里边的蚕食 然后他在 就是抛那个瓦力的时候 就是跟那个竹子 就是一抛的时候 就产生的那一个声响 让他证悟了 其实他是在一整个 就是 就是 就是劳作的过程中 他一直是处于 这种关心的这种状态 对吗 就是他 他这个关心的状态 是一直没有间断 没有停的 只是说当那个声音 响的时候 那个刹那的时候 他也正好在关心 所以他证悟了 是这样的 这个也不一定了 他平时多数的时间 会关心的 他也不可能是 24小时都关心了 这也不可能的 然后呢 他当下 他当时就干活的时候呢 他也不一定 有这个关心 他这是 这个声音 就声响的时候呢 那就他 立即就 就关心了 那就他就看到自己的心 当下看到了 就当下 他就误了 那平时这个之前和之后呢 他有没有关心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知道 但是平时他是有关心的 平时是有的 好的 没有问题了 谢谢上师 好的 丁令刊布 如果无我 还有业吗 那业又是谁的业呢 业啊 遭业吗 他说的是 如果无我 对 还有业吗 业是谁的业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 生一地跟世俗地要分开 那世俗地当中呢 有我 也有也 都有的 那生一地当中 当然没有也 没有人造也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和无我都不存在 那我和无我之外是什么 是不是说 那个我 包括我与无形的我 以及这两者之外的 所有一切 是我也不是我 这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他都没办法表达了 那个龙叔都没办法表达 好 谢谢刊布 感恩刊布 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来藏和光明性 是恒常的吗 从这个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 佛经里面呢 经常讲 它是恒常的 但是 恒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因为它不是一个 无畅的东西 才叫做恒常 但它有没有一个 恒常的东西呢 没有的 不能这样子认为 那为什么叫恒常呢 因为它不是无畅 不是无畅 所以就是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恒常 感恩刊布 对对 这个就是让我们明白 比如说我们的阿赖 也是 是无畅的 然后呢 这个 佛心是不是无畅 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 佛心就是一个恒常的东西 没有恒常的东西 这意思 好 感恩您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